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了点酒 点了点菜 两个人一边喝 一边就击鼓起来 一个高个儿的男人说呢 现在挣钱太难了 不但难他还累 咱们得找点轻松的来钱快的活干干 旁边的那个中等个头的男人管他叫大哥 说你有话直说 高个儿说呀 咱们得瞅准了机会 干他一把大的 这手啊 隐隐的做了一个抢的动作 这个话题呢 中等个儿以前就听这高个儿提过机会 今天一看他这么郑重的说出来 就问呢 怎么个干法啊 高个儿扫了一眼左右的人 悄悄的说 东陵那边有个派出所所长 他身上每天都带着枪 七月二十七号的中午 这两个人呢 带了一个扁的那种菜框 踏上了通往府顺的公共汽车 这菜框里边 在一摞旧报纸底下 藏着高个儿从市场的肉案子上 偷来的一把剃骨尖刀 还有他在工厂里截短的两根一尺长的铁棒子 傍晚的时候 他们俩像幽灵一样在战前广场徘徊寻觅 最后坐上了一辆黑色上海牌出租车 沿着神府公路向沈阳的方向开 这出租车司机呢 叫朱继奎 二十八岁 留了个长头发 挺潇洒 他怎么也没想到 坐他车的人 是两只索命的豺狼 那个高个儿叫孙德林 三十四岁 沈阳铁路局铁路大修段的工人 一年前办了停薪留职 在沈阳站站前拉脚 这人呢 高个儿 一米八多 大鼻阔嘴 三角眼 身材非常健硕 可无奈何 他这个豪体格子没用到正处 年轻的时候就以打架斗殴文明 被公安机关强牢了两年 中间还逃脱半年 后来又因为爬窃 多次被公安机关处理 您说他个儿高 身体挺壮 但是呢 他不是那种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人 他有狐狸的脚滑 很狼的凶残 他在站前拉脚运货的这个过程当中 认识了比他小两岁的同行 汪家里 就是经常跟他出入小酒馆的那个男人 这俩人越处关系越好 汪家里原来是酒厂的工人 后来呢 在站前登盗骑驴 学会了开汽车 这人也因为偷酒厂的酒 被劳教了两年 如果说孙德林是只狼的话 那汪家里就是一只背 汪家里钦佩孙德林 有胆有识 比自己高上一等 孙德林呢 也说汪家里有肝 车开得好 两个人臭味相投 狼狈为奸 这回啊 两个人制定的犯罪计划是 先打出租车 然后截车 截了车去撞民警 撞了民警 抢枪 抢完枪 再去劫财 这么一个连环式的方法 这时候啊 太阳西沉 天色渐暗 上海出租车从马关桥下道 驶向一条通往东陵营盘的公路 从这条路开出来二百多米 坐在副驾驶的孙德林 看着路上没有人 他就对出租司机说 停一下 我撒泡尿 这句话是事先约定好的行凶杀人暗号 王家里听到这句话之后 就把手里的铁棒子钻紧了 孙德林下车走到司机那边的车门边上 他是要防止司机开门逃跑 他在车外边小便 尿完之后啊 听车里没动静 他还装着这个姿势不动 最后实在是挤不出来了 扭头一看 原来这汪家里啊 心情过于紧张 没杀过人 这手啊 在这哆哆嗦嗦的 这铁棍就是举不起来 孙德林呢 没办法 只好上车 但是这回上车呀 他跟汪家里换了座 他坐在了后排上 汪家里到前边副驾驶去了 这车向前开了没多远 汪家里呢 又让停车 说我也要去撒尿 这司机还奇怪呢 你怎么刚才不跟他一块去呀 但是也没辙 一脚就踩了刹车 车刚停稳 汪家里还没下去 孙德林就在后边举起了铁棒 劈头盖脑的 瞅司机小猪 脑袋上砸了下去 铁棍子砸脑袋 搁谁也受不了 小猪挣扎了几下 就瘫在座上不动了 孙德林还怕他不死 又拿出那把剔骨尖刀 朝他的胸部腹部扑扑扑扑 连捅了好几下 可怜这小猪啊 刚二十八岁 就死于非命 眼前的场景太残忍了 除了脑僵子就是血呀 汪家里一紧张 一抛尿 撒到了裤兜里头 吓尿了 干掉司机之后 等汪家里缓过来 两个人呢 把被害人小猪的尸体拖到了路边的沟里 然后就实施计划当中的第二步 他们准备开着这辆车去找带枪的警察了 但是呢 这车怎么都打不着了 他们分析 是不是司机在挣扎的过程中碰到了他原来设计的防盗机关了 王家里呢 就让孙德林下去推 但是这老上海啊 也不轻 孙德林在后边吭哧吭哧的往前推了一段 也没打着 累得四鼻子汗流 一整套的劫车抢枪抢劫计划在这儿 夭折了 两个歹徒扔下这辆汽车逃走了 这就是当时在东陵地区轰动一时的 俯顺出租司机被害案 这个案件也揭开了38系列杀人抢劫案血腥的序幕 1987-727杀害辅顺出租车司机案件发生之后 沈阳市公安局局长长旭武 副局长吴宗生 魏浩铭等人来到现场 他们认定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 组织警力开始侦破 但是公安民警他不是算命先生 现场的条件有限 当时的技术手段也很有限 他们不可能知道犯罪分子在这起案件当中 还隐含着一整套的犯罪计划 以及更加凶险的杀机 727劫车杀人案表明 孙德林是后来以38命名的 杀人抢劫系列案件犯罪团伙当中的中奸分子 也是最凶残的一个 在后来进行的一系列抢劫犯罪活动当中 总是他凭借身高力大和胆肥守黑 第一个冲进去 也总是他眼睛都不眨的 想被害人 不管是女人还是老人 直接开枪射击 孙德林毫不隐晦地说 他恨警察 这个从年轻时起就被多次处理打击的歹徒 对专政机关 对社会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所以他出山的开始就以民警为加害目标 以极其凶残的手段猖狂于事 也就不足为怪了 七二七劫车杀人案还表明 汪家里最终成为最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有一个发展转变的过程 他最开始跟着孙德林杀人劫车 内心还是非常恐惧的 都能吓尿了 但是当他后来频频作案 特别是有了一把手枪之后 就变得万分的凶惨 甚至连孙德林 他都不放在眼里了 连环式的抢枪计划失败了 但是孙德林和汪家里念念不忘 一心就要弄到枪 他们拉货的时候啊 东奔西走 总是用贼眼窥视着一些单位的 财块室仓库这些要害的场所 专门到有钱的地方去转悠 有一天 孙德林跟汪家里说 余洪区啊 一个乡政府的二楼 有个财块室 咱们干他一把 汪家里点头答应 两天之后 他们假装办事 来到那个乡政府的办公楼踩点 上了二楼 发现有个封闭式的铁栅了 孙德林在走廊上 边走边四处打量 突然 他挺高兴 跟汪家里耳边说呀 我改主意了 你看见没有 财块科和武装部走一个门 咱们上武装部看看 那没准有枪呢 孙德林去武装部转悠 汪家里在走廊里等他 这时候来了一位女工作人员 看见汪家里在这站着就问他 你干什么呀 找谁呀 汪家里随便编了个人名 人家告诉他 没有这么个人 不在这 也算把这个事给敷衍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 孙德林回来 非常高兴 他跟汪家里说 武装部的门开着 柜子上边有一个手榴弹 我怕被人看见就没拿 你说 那柜子里能不能有枪呢 这后来 孙德林又独自一个人 去那个乡政府踩了几次点 他跟汪家里说 那个楼的墙啊 我看了 表面刮着大白 那里边是土坯 如果把房间的墙凿开 咱们就能进武装部 汪家里说 怎么说那也是墙啊 怎么能给弄开啊 孙德林告诉他 你就不用管了 汪家里也知道 孙德林是车工 他回厂里啊 可以做出很多 应手的家伙事 果不其然 几天之后 孙德林带着他特制的一个掏墙的工具 能撬砖 能挖土的一种铁签子 在一个晚上 和汪家里潜入到乡政府的办公楼 乡政府大门没锁 也没人看大门 他们很容易就进去了 孙德林让汪家里在楼下望风 自己上了二楼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就见孙德林这个人影啊 惶惶悠悠的出来了 汪家里赶紧凑上去 怎么空着手啊 孙德林说 他们没想到 武装部的墙是水泥的 枪是没偷着 但是呢 这俩人呢 谁不走空 用那个铁签子 一连撬开好几个办公室的门 翻遍了所有的抽屉 偷光了所有的钱 才悄然离去 多年之后 今天的人们呢 不知道那个夜不设房的乡政府工作人员 上班之后 面对一个个被撬开的房门和抽屉 作何感想 但是 如果不是一道坚硬的水泥墙 意外的阻挡了孙德林 如果被他偷去了武装部的枪支弹药 那 骇人的三八系列大案 会提前七八年打响 人们看到的将会是更多 无辜者血迹斑斑的尸体 抢枪 偷枪 都没能得逞 但是啊 并没有影响孙德林和汪家里 继续沿着犯罪的道路走下去 转过年来 到了1988年 孙德林 两个人拿自行车拖了25升汽油 潜入到一所小学 砸开一辆维士博三轮车的油箱 往车上 浇了汽油 把人家一辆好端端的汽车 给烧了 当然 这种小打小闹的勾当 不能填满孙汪二人贪婪的胃口 偷来的东西只能自己用 或者呢 在廉价销赃之后 才能变成不多的钞票 这样做得到的少 风险还不小 他们挥之不去的念头 还是抢劫 抢劫好啊 可以快速直接的 得到大把大把的钞票 汪家里有句格言 说这抢劫啊 是不劳而获 富得快 要抢一个大活人的钱 人少了不行 于是汪家里的二哥 汪家仁也被拉入了火 汪家仁身高一米七五 长瘦帘 高直笔 小眼睛 一字嘴 略微的有点谢顶 你们别看这模样不怎么着 突然有一天登在报纸上 引来了全市百姓的瞩目 当然 这是后话 汪家仁当时年过不惑 按说呢 应该是安分守己了 但是这人好意无劳 花天酒地的生活过惯了 钱总是不够使 所以当孙汪二人 邀他入伙的时候 他马上就同意了 并且很快地成为了这个犯罪团伙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人 他在文革的时期啊 就是一个以打砸抢文明的造反派 因为这个他还服了九年的刑 汪家仁加盟之后 他们又引进来一个人 叫王文旭 这个人呢 原来跟汪家仁一起在冶金机械修造厂干活 算是师兄弟 他在文革当中 同样也有一段打砸抢的历史 曾经和汪家仁在一个屋子里边被绊帮 也堪称是难兄难弟 关系非常的铁 后来啊 他因为盗窃 被法院判处十二年徒刑 一九八三年 又触犯了刑律 判了五年 前前后后 蹲了十七年的大狱 可能啊 是吃监狱里的饭 吃出感情来了 当孙德林他们邀请他 一起干大事的时候 他马上就答应了 这会儿匪徒实施抢劫的主要对象呢 主要是在武爱市场 邪城 家具市场 九路市场 南尔烟市这些地方经商的业主 他们认为 这些人呢 最有钱 根据平时的了解 听到的情况 或者呢 采取跟踪的方法 选好目标 然后付诸行动 他们戴上帽子 口罩 挡住脸 拿着尖刀 棍棒绳子 或者呢 是骗开房门 或者是前后脚 跟着被害人 闯到室内 以凶器 相威胁 用绳子 捆绑被害人的手脚 大肆的截掠财物 汪家里 在沈阳站运货的时候 给南塔携程 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业主 拉过脚 知道他们家的地址 就过去踩点 然后 纠结同伙 在一天的早晨 等在门口 趁女业主开门的时候 他们直接的冲进去 用尖刀 逼住她的丈夫 孩子 把他们全都用绳子捆好 劫走现金六万多块 临走的时候 孙德林一回身 还拽走了 女业主脖子上的金项链 还有一天 他们也是早晨 在携程附近的一个居民楼守候 当被害人打开门的时候 闯进去 用同样的方法 抢劫现金三万多元 还有另一位业主啊 也是这样 被抢走了八千多元 这伙匪徒人数多 设计周密 加上被害人受制之后啊 不做反抗 所以 他们每次抢劫 都能有很大的收获 不过呢 也有意外失败的时候 孙德林他们抢劫啊 也有失败的时候 有一回 他们盯上一位 住在全员小区的老中医 事先踩好点之后啊 那天 他们装扮成水暖工人 带着不少维修暖气的设备和零件 等那位老中医从外边回家 汪家人呢 也赶紧跟着进去了 其他的人在外边守候 汪家人 以检查暖气设备漏不漏水为名 对室内的摆设进行了观察 事先呢 他们都约定好了 如果那家有钱 汪家人就敲敲暖气管子 喊一声漏水 如果没钱呢 不值得抢呢 汪家人也敲敲暖气管子 喊一声 不漏水 过了一会儿 汪家人从老中医家走出来 说了一声 挺好 孙德林听了一愣 想了想 指挥着其他人呢 走了 下楼之后 汪家人挺纳闷 他问孙德林 那家看着挺有钱呢 怎么不进去啊 孙德林说 你不是说挺好吗 挺好不就是不漏水吗 哎 这时候大家才明白 误会了 没抢成 这老中医啊 一看是就死扶伤一辈子 激了得了 扶大命大 还有一回 他们听说一个公司的经理 家里边很阔气 有钱 就把他列为了目标 由这个孙德林和汪家里 到那家公司辨认经理 记住相貌 然后通过各种渠道 打听他的家庭住址 情况全都弄清楚之后 一天晚上 汪家里开着130货车 拉着同伙去抢劫 入室之后 他们先把女主人和保姆捆起来 正在搜番劫掠之时 经理的弟弟和弟媳妇 带着孩子来串门了 刚进屋就被他们拿刀给逼住 这经理的弟弟啊 脾气挺大 一直在挣扎反抗 孙德林把他一只胳膊掰过来 掰到后背上 拿着个刀瓣 往他的头上狠狠的一砸 这一下就把这经理的弟弟 砸得鲜血直流 倒在了地上 汪家里跑过去 用一根电线 把他的手和脚全都绑住 这时候电话铃又响了 孙德林一把拽掉电话线 他就觉着 这次行动啊 不顺 太不顺利 他担心这个电话 是那个经理打回来的 没人接听 他会不会怀疑啊 会不会报警啊 就指挥众匪 在抢劫了三万多元现金 一些贵重首饰 和一架摄像机之后 匆匆地逃走 事后 经理的弟弟 这脑袋上缝了八枕 匪徒们用东西堵他的嘴 还挤掉了两颗牙 可见他们手段之凶狠 绝大多数人 在受到他们抢劫和伤害之后 没有报警 都是自认倒霉 念叨两句 破财消灾 这事就算过去了 这让这伙匪徒们 气焰越来越嚣张 作案越来越频繁 而警方却毫不知情 失去了打击犯罪的有利时机 上面说的大部分抢劫案 都是隐案 都是在这伙歹徒落网之后 警方通过审讯深挖 这才为人所知的 那个时候 尽管这伙匪徒还没有枪 但是他们用冷兵器作案 同样是凶残至极 杀人如麻 仅仅在1994年1月到5月 这短短的5个月里 他们连杀5名出租车司机 平均每个月都要杀个人 1994年的1月 匪徒们预谋干个大的 抢劫铁锡某厂的工资款 或者抢劫某银行 他们的打算是 先截一辆跑得快的车 杀死司机 作为实施抢劫的交通工具 还要在头一天从外地 骗租过来一辆小型的货车 司机也得杀死 这辆车作为抢劫之后逃跑 和中途接应换乘的交通工具 这个方法在他们后来的作案过程中 一直沿用 汪家里称之为老套子 1月9号上午 他们派王文旭到辽阳 雇了由司机李征驾驶的一辆 蓝色微型帆布棚货车 说是到沈阳拉货 这李征有生意吗 马上就答应了 汽车开到铁锡区亚洲宾馆前边 汪家人已经在那等着了 汪文旭说 这个人是货主 让他上车 汽车又开到了南郊 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下来 孙德林和汪家里在这等着 这时候司机李征已经觉着不对了 但是没办法 歹徒人太多 他们让李征下车之后 孙德林跟他说 朋友 今天得委屈你了 我们要用一下你的车 说完了 就拿出绳子 把李征给捆起来 李征知道遇上了劫匪 但他们人多 这四周荒凉一个人影都没有 他一点也没敢反抗啊 他想 要车你们就拿走呗 反正把我人留下就行 扔在这也没关系 但是 当汪家里和孙德林 进了驾驶室之后 另外两个人 把李征扔到了后边的棚斗里 他们想要掐死他 这时候李征可不干了 车都给你们了 你们为什么还要要我的命啊 他拼命的挣扎 一边挣扎 一边哀求 这王文旭 似乎是动了侧隐之心 掐他脖子的双手呢 就放开了 这时候 孙德林看这么长时间 后边都没把事办完 他就从驾驶室走出来 来到后车斗这边 他看见王文旭松了手 捆着李征的绳子也开了 他把王文旭给挤下车 重新捆好了李征 然后和汪家人一起轮番下手 把李征活活的掐死 天黑之后 他们开车选择抛尸地点 最后 在余洪区张氏乡道边上 发现了一眼枯井 就把李征的尸体 大头朝下 扔了进去 那天晚上 李征的家人们四处的寻找 一遍一遍打他的传呼 没有任何的回音 但是 他们没想到 那时候 李征 已经成了枯井下的冤魂 王家人说 干这种事 必须得把司机整死 的确 他们在抢车的时候 从来没留过活口 当地的警方 接到李征家属报案之后 也是积极地寻找 可是这茫茫人海 李征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也没有留下一点线索 这个事 就成为了一个悬案 孙德林团伙 杀人抢车之后的第二天 就是铁锡区的一个工厂 发工资的日子 飞途们 开着抢来的货车 去观察情况 但是呢 看见呀 好像是铁锡公安局 有什么行动 满大街都是警察 他们没敢在那停留 赶紧把车开远落 扔掉了 俗话说 兔子不吃窝边草 可是汪家里呀 不如兔子 他一直惦记着 他原来工作的那个酒厂 职工们的工资款 他向同伙们提出来 在这个厂发工资那天 咱们再去抢劫 这个建议得到了 那三个人的同意 依然呢 是按照老套子办 抢劫工资之前 他们先要抢一辆轿车 还有一辆货车 当然 这就意味着 又要有两名司机 被他们杀害 三月二十一号 孙德林按照分工 独自一个人去搞轿车 清晨六点钟 他来到了燕粉街 永善小区 站在马路边上 眼睛呢 一直扫着街上 奔驰的出租车 这时候的他 就好像是阎罗王一样 掌握着生杀大权 他要是看中了哪辆车 那这辆车的司机 就要昏归西天了 一想到这儿 杀人不眨眼的孙德林呢 还露出了一种自负的微笑 他感到非常的满足 心里正这么想着 从远处呢 开过来一辆白色的福尔加 他从那辆车招了招手 这司机呢 慢慢的就把车 停到了他身边 这位司机叫刘志国 住在于洪区杨氏乡 四十多岁 对这一代非常的熟悉 孙德林上车之后 很容易的 就把他骗到了预定的地点 于洪区大坝下 南唐机场附近的土道 跟同伙们去会合 按照分工 汪家人在南塔 骗了一辆132型长乡货车 也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司机 东陵区汪家乡的吕庆安 这辆车 他才买了四天 车开到机场附近 汪家里他们呢 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刚一停车 这伙人冲上来 拿尖刀 逼住了吕庆安 捆住了手 捆住了脚 拿东西堵住嘴 吕庆安呢 也是一直都在挣扎 汪家里拿刀 照他腿上就是两下 然后用绳子 把他勒死了 孙德林坐的福尔加 开过来之后 他们又是如法炮制 勒死了司机 刘志国 车搞到手之后 他们就研究 下一步的行动 可是这时候汪家里呀 看着那辆福尔加 满脸都是不高兴 他瞪着眼珠子 跟孙德林说 谁让你整这样的车了 几个挡我都不知道 怎么跑 每次抢劫当中啊 凡是要动车的 一般都是汪家里开 因为其他人的开车技术 全都不如他 过去很多事 都是汪家里听孙德林的 后来呢 随着汪家里 在犯罪团伙当中的 作用和地位逐渐上升 他在心情不顺的时候啊 也可以甩的孙德林两句了 这时候 孙德林阴沉个脸 什么都没说 由于这辆抢来的轿车呢 不合心意 加上当天酒厂 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给职工发工资 这次抢劫行动 又流产了 那两个司机 就是这样 含冤嫌恨 命丧黄泉 过了不到两个月 他们为了抢劫南唐机场职工的公司款 又用同样的手段 在5月19号 20号两天 接连杀害了辅顺市 开132型货车的司机 唐宏伟 和本市开拉达的司机 居永志 由于机场职工的公司啊 不是都固定在同一天 他们的抢劫计划 又一次落空 一具一具 被勒杀致死的尸体 一辆一辆 被抢劫之后 又丢弃的无主汽车 震动了社会 惊动了警方 由于犯罪分子 作案抛尸的现场呢 分布在铁锡 黄沽 于洪等区 非常分散 有的被害人和车辆呢 还是辽阳 辅顺等等外地的 现场上 没有提供 比较有价值的侦查线索 有的被害人的尸体啊 都是过了很久之后 才被发现 所以 这些案件在当时 都成了难解之谜 这个期间 孙德林和王文旭的关系啊 比较紧张 产生矛盾了 在孙德林看来 王文旭 这个后入伙的人 脾气性格固执 刚愎自用 有时候呢 不听他的话 自个儿单搞一套 在王文旭看来呢 孙德林 长着身高体壮 抢劫的时候 冲在前边 什么事 他都爱说上两句 非爱装老大 所以经常在策划 抢劫行动的时候 他们俩的意见 就发生冲撞 谁也不让步 闹得大家 最后是不欢而散 汪家人呢 在中间两边说和 但是无济于事 在汪氏兄弟看来 这个团伙可以没有 王文旭 但是不能没有 孙德林 于是乎啊 这三个人就开始 慢慢的疏远 王文旭 王文旭 跟这个团伙的关系 也渐渐的远了 四个人正好 三个人有点少 随着王文旭的淡出 必须得有人 顶替他的位置 这时候 就有一个人进来了 孙德林的三弟 孙德松 人称老三 孙德松比大哥 孙德林小十岁 曾经当过兵 身高一米七三 国字脸 大眼睛 寸头 他转业之后 先在汽车配件公司 当营业员 后来自己经商 开了一个汽车配件商店 但是他这人 性格很孤僻 平时连个朋友都没有 见到熟人 也就是点点头 跟弟弟都不说话 可是他的自我感觉 却不错 说自己对长辈孝顺 从来不给老爸惹事 老爸对他也是 非常的放心 其实啊 早在孙德松 加入孙德林团伙之前 他就跟孙德林 有过很多次的犯罪记录 当然那时候啊 不是杀人抢劫 俩人诈骗 演双簧 让一个一个上当的人 领教了他们高明的骗术 有一回的案子 是孙德林设计的 孙德松配合实施 孙德林以开商店为名 从劳务市场招来雇员 假装检查身体 骗取他们的身份证 并且伪造残联的文件 到有关部门 办理了营业执照 有的文件呢 需要盖印 孙德林呢 就白天去看 夜里去偷 居然就用这种独特的手法 把所有需要盖的印呢 全都给盖全了 执照办下来之后 又到银行建立了账户 骗了一本转账支票 又买了现金支票 然后 孙德松出面 用空头支票 到一个轮胎厂 购买了价值六万多块钱的轮胎 慢慢的装了一大汽车呀 在孙氏兄弟的指挥下 这一车轮胎呀 三次改变地址 拉到这儿 卸了 卸完之后再装上 又拉到一地方卸 卸完再装上 哎 折腾了三回 最后卖到了大石桥 孙德松开店是幌子 行骗才是真的 他和孙德林呢 用空头支票 诈骗轮胎 机油 防冻液 汽油票等等 达到十三万元 他们哥俩 还借到某厂 买汽车配件之际 裁点 预谋抢劫这个厂的 才快事 可是后来一直没等到机会 这才没有下手 就是这么一个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惹事 但实际上却干着另一套的人 一旦加入到那个杀人抢劫犯罪团伙 他的表现可想而知 他在这个团伙里发挥的作用 绝不亚于已经被疏远了的王文旭 孙德松的加入 让这个抢劫杀人犯罪团伙的结构 发生了变化 两对同胞兄弟 结成一个团伙共同作案 这种结构 在团伙性行事犯罪当中比较罕见 不仅加强了犯罪团伙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坚固性变得更加疯狂 而且为警方的侦破工作增加了难度 随着犯罪的升级 无论是孙德林还是汪家里 都不再满足于继续使用刀子绳子这样的冷兵器 而是热衷于获得热兵器 他们要抢枪 他们还在继续做着 当年劫车杀人抢枪那个没有完成的梦 有了枪不仅作案方便快捷 更重要的是利于脱身和逃跑 枪偷不到 抢不着 那就只好去买 买枪那就需要钱 他们杀人抢劫 是为了买枪 买枪是为了杀人抢劫 这就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有了买枪的念头之后 他们不再灯红酒绿了 抢来的钱呢 也不分 放在一起 留下来买枪用 听说南方有枪可买 他们就带着三款 一次又一次的去南方寻找 汪家人和汪文旭去过广东海南 孙德林和汪氏兄弟去过汕头 结果都是空手而归 后来他们又分成两路 通过农村的关系 以收山货为名 流窜到开源吉林这些地方 买到了四把猎枪 他们把猎枪进行改造 剧短枪柄用于作案 这些枪呢 平时藏在汪家李家的隐蔽的地方 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用完了还放回去 尽管是猎枪 不是制式手枪 但毕竟是热兵器了 这伙匪徒作案 更加的疯狂了 他们用枪武装起来之后 干的第一起案子 是1993年9月24号 入室抢劫一个 在南塔携城经商的业主 汪家李呢 曾经给他拉过货 经过踩点跟踪 他们在那天早晨4点多钟 来到业主的家 孙德林汪家李各端一支猎枪 汪家人王文旭各带一把尖刀 四个人都用帽子 压低帽檐 遮住大半张脸 一个打工的刚开门 孙德林拿着枪就冲了进去 其他的人呢 也尾随进入 这屋里啊 有宿舍 住的人不少 这梦中 突然就被几个持枪握刀 凶神恶煞的匪徒惊醒 都呆住了 当孙德林拿着猎枪 冲进业主的卧室的时候 那业主啊 还在床上 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短刀 孙德林拿枪顶着他的脑袋 告诉他 你的家伙 没我的快 业主哪让人拿枪顶过头啊 马上就把手缩回来了 匪徒们把几个成年人 拿刀枪B柱捆绑起来 孙德林向业主要钱 从他的枕头下边 抢了一万多块 又在被窝里 发现了一条金手链 屋里边还有一个金柜 孙德林向业主 要开金柜的钥匙 这业主说 哎呀这一忙一乱 不记得放什么地方了 孙德林找到一把铁钳 用这钳子 狠夹业主的一只耳朵 疼得他刺牙咧嘴 却又不敢叫唤 孙德林觉得还不够劲 用猎枪狠砸他的头 可没想到 这砰的一声 枪走火了 子弹打到了天棚 满屋的尘焰呢 猎枪打的都是铁杀 是散弹 这一枪出去啊 一大片都是窟窿 头一回在室内打枪 孙德林心里啊 不太有底 赶紧问外边望风的汪家里 你听这声音大不大 汪家里说 大 孙德林就有点心虚了 天快亮了 外边上扫事的人多 再说呢 这次抢的财物啊 也差不多了 他就想撤 为了给被害人造成错觉 他对业主说 你啊 得罪人了 有人请我们来的 你要想没事 再准备六万块钱 我给你打电话 到时候咱们定好 在哪儿取 说完 和其他的匪徒 匆匆的离开了现场 这之后 他们对武爱市场经商的一个业主 进行跟踪踩点 然后入室抢劫 把被害人捆绑 抢劫现金一万两千多块 持枪闯入南塔携城一个业主的家 从床铺下边翻出一万块钱现金 并且抢去了金项链一条 金戒指两个 在武爱市场 跟踪一个卖鞋的老妇人 记住她居住的地方 在一天清晨 持枪闯入 劫走现金三万多元 一次又一次的得手 这伙匪徒啊 沾沾自喜 他们以为有了枪 就有了制服被害人 更大的威慑力量 这可比过去 拿刀拿棍子之类的 更容易把财物抢到手 但是呢 在他们的抢劫过程当中 也有那些奋起反抗的强者 有一天早晨 他们跟往常一样 拿枪拿刀 闯进一个在南塔携城经商的 业主家里 当时这屋里边 有两男一女三个人 跟以往情况不一样的是 那个业主反抗了 女人高声的呼叫 另一个男人呢 也跑过来扑向孙德林 匪徒们没见过这种情况 以往这枪一掏出来 大家就缩到墙角去了 弄得他们措手不及 王家里朝那个男人身上扎了一刀 另一个男人也就是业主 挣脱了孙德林的控制 奔向厨房去拿菜刀 要跟他们拼了 慌忙当中 孙德林朝他开了一枪 枪声和喊声 让匪徒们觉着情况不妙 不能久留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撤 几个人马上争先恐后的往外跑 王家里啊 不甘心 跑到门口的时候 扭伸回头 朝那个女主人 开了一枪 万幸的是 枪并没有打响 抢劫失败 废徒们 逃回匪朝 惊婚不定啊 你一言我一语 还讨论总结起来了 有的人就说 你看那家人呢 舍命不舍财 拿枪顶着都不行 有的那自责 说咱们相互配合的不好 王家里非常后悔 那颗臭蛋 没有打响的那一枪 有损他的威风 孙德林 一边听大家议论 一边擦着他那支猎枪 恶狠狠地说 关公也有走卖城的时候 没关系 咱们 再来 1994年5月间 他们盯上了 在铁锡去家具城经商的一个业主 有汪家人 汪家里 多次的跟踪 到他居住的华翔小区踩点 记住了他们一家人 每天出门回家的规律 孙德林和孙德松 还到家具城 观察了夜住几回 5月13号 晚上7点多 他们带着猎枪 尖刀和绳子 这些作案工具 守候在夜主所住楼房的附近 他们知道那对夫妇带着孩子们 很快就会回来 这个夜主家里 有一辆月进132双排货车 这是一家人的代步工具 事前 匪徒们做了分工 如果是女主人带着孩子们 下车之后先进屋 一般都是这种情况 如果她和孩子先进屋 就由汪家人汪家里哥俩 马上跟进去 拿凶器把他们逼住 那个夜主呢 则由孙德林孙德松 在外面去对付 然后实施抢劫 没过半小时 远处就传来了汽车的声音 越进货车开到楼下 停了 不过 今天呢 却是那个夜主先打开了驾驶室的门 脚步匆匆的回了家 情况发生了变化 不容汪家里多想 他也跟着闯到了室内 可是没成想 汪家里进屋之后 一不留神 把房门给带上了 人家那个门呢 高级 关上之后 自动落索 汪家人等其他匪徒 进不去了 这么一来 屋里就形成了汪家里跟夜主 一对一的局面 这让外面的匪徒啊 非常着急 他们担心汪家里一个人 对付不了夜主 汪家人在外边急得直敲门 还喊 开门 把门打开 可这时候 汪家里腾不出手来 给他们开门 孙德林 孙德松 顾不得那个夜主和孩子们了 也跑了过去 这时候就听到屋里 碰的一声 那把猎枪 打响了 这时候 房门打开 汪家里神情非常紧张 而且沮丧地走出来 刚才的那一枪呢 不是打人 这把枪又走火了 大家发现 那个夜主 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原来 夜主在跟汪家里 对质周旋的时候 从另一个门 跑了出去 来到了楼口 抄一块板砖 对孙德林他们喊 你们走 不关你们的事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枪声喊声 也引来了很多的邻居和行人 看打架 这是很多人 非常喜闻乐见的 业余文化生活 孙德林一看 人越来越多 再想抢劫 那已经不可能了 别最后都走不了 怕有闪失 对同伙们低声说了一句 快撤 四个匪徒跨上自行车 仓皇地逃离了现场 回去之后 王家里因为自己的这次失误 感到非常遗憾 他还很担心 他说 那个男的看见我脸了 怎么办呢 那几个人听了也非常紧张 他们杀人 抢劫 坏事都干绝了 是一群呢 见不得阳光的匪类 作案的时候 他们戴帽子 蒙面 一旦在无意当中露出了真面目 那就有被人认出来的危险 他们都是这一条绳上的蚂蚱 如果汪家里出了麻烦 谁也跑不掉 反复的商量之后 汪家里咬了咬后槽牙 说 那人不能留 必须干掉 孙德林表示同意 于是 两个人就开始密谋 除掉那个业主 这天深夜 汪家里开一辆130货车 拉着孙德林 来到那个业主的住处附近 业主的那辆 跃进132停在楼下 汪家里借着夜幕掩护 溜到车旁边 拿凿子 把汽车的油箱凿了个眼 把汽油放出来 然后点火烧着 他和孙德林 各拿一支猎枪 藏在附近的暗处 望着燃烧起来的大火 在等待业主下楼查看 如果他出来了 两个人一起开枪 把他打死在现场 可是 这火光熊熊啊 那辆货车 整个都被大火给吞了 业主也没出来 是他跟家里人都没在 还是有预感 有戒备呢 不得而知 不过 这大火引来了很多人围观 还有人报了警 汪家里 孙德林 他们俩怕暴露 赶紧跳上130跑了 杀害那个业主 没成 但是汪孙二人呢 觉得至少还达成了一个目的 什么呢 让业主他们以为烧车是出于报复 让他们自个儿去猜吧 1994年 是沈阳市公安史上浓墨重彩 用大篇幅书写的一年 这一年 特别是入夏之后 沈城的公安民警们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伴随着多年罕见的酷暑热浪 另一股源于大洋彼岸的世界杯足球赛的热浪 也使成千上万的球迷 入夜之后难以成眠 然而 这些公安干警们全都无心理会 他们的经历都被入夏以来 发生在室内的三起特大刑事案件 千金去了 1994年6月26号凌晨 阴雨连绵之夜 辽宁省博物馆发生了特大文物盗窃案 包括13件国家一级文物在内的42件真品被盗 6月28号8点左右 一伙持枪暴徒 在黄姑区华山城市信用社门前 截取了运钞车的29.8万元巨款 从1993年1月到1994年的9月9号 在市区各处连续发生八起 歹徒入室杀人 抢劫 监尸的恶性案件 经过公安机关的技术串联 认定这些案件为同一犯罪分子所为 上面的三起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也引起了省市领导的重视 要求公安机关全力侦破 沈阳市公安局局长长旭武和大家研究决定 把辽伯文物盗窃案 运钞车抢劫案 系列入室抢劫杀人案 这三个大案件 分别列为特号公案 二号公案和三号公案 由局长和主管刑警的副局长挂帅 发动全市公安民警和治安保卫干部 模仿排查 并且成立破案指挥部和专案组 调遣精兵强将 倾全力侦破 沈阳啊 那是一个大城市 六七百万的人口 还不算几十万的流动人口 在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革 而法治建设尚不能完全尽如人意的时候 刑事犯罪案件少不了 但是如果接连发生 引起社会震动的重大恶性案件 而又不能及时侦破的话 那一面面扛在公安民警肩头上的盾牌 就会变得分外的沉重了 警方通过艰苦的工作 三八大案的侦破 捷报频传 11月26号 在杀人恶魔潘晓峰残杀了第九个无辜女性之后 不久就被公安机关抓获 第三号公案告破 12月7号 被传得神乎其神的 偷到辽薄珍贵文物的文物大道武德城 落入法网 所有被盗文物完毕归照 特号公案 告破 在大家欢庆两起公案相继侦破的同时 也在翘首期盼第二号公案 628运钞车结案 告破的喜讯 可是好事难全 这起特大的案件 没有能够在当年侦破 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们对这起案件的热情啊 也冷却了 希望也收敛了 记忆也慢慢的淡化了 628运钞车结案发生之后 平心而论 公安机关的侦破工作 不可谓不尽力 一起案件没能够及时侦破 有着很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 其中最主要的 是这个案件的侦破难度相当大 犯罪分子实施抢劫时 目标明确设计周密 配合默契行动快速 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有经验的民警分析 案犯是一些胆大守黑 又善于反侦查的老手 时间越长 侦破越南 一晃五年过去了 628这起案子 有人说呀 将成为历史弥案了 今天 随着三八系列案件的侦破 从刑警支队案审处 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通过申八 犯罪嫌疑人汪家里首先供述 628运钞车抢劫案 就是他们一伙干的 也就是说 这起案件是三八系列案件的组成部分 经过查证 情况属实 案发五年之后 当年沈阳的三大案件全部告破 公安民警们 终于为那页 已经快翻过去的历史 补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们来还原一下 当年628抢劫运钞车案的过程 1994年6月28号 9点半左右 是公安局刑警支队业务值班室 接到黄姑区公安分局的电话报告 本区今早 发生一起歹徒驾车持枪 抢劫银行运钞取款车的案件 抢走现金仅30万元 请支队派员勘查 接到报案之后 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杜西游 率领侦查技术人员赶到现场 黄姑区公安分局局长 屈岳福等人已经先期到达 市公安局局长长旭吴等领导 也亲自到现场指挥勘查 抢劫案发生在敏江街66号 也就是辽宁省金融职工大学 华山城市信用社第一门市部的前面 押款员等目击者向公安民警介绍说 今天早晨8点10分 那辆桑塔纳运钞取款车 由南向北行驶到信用社门市部前停下 他们刚从后备乡取出一大一小两个庄前的提兜 突然就从北边开来一辆白色的天津大发微型面包车 在离桑塔纳大约五米左右的地方停下 从车上跳下来三个用丝袜蒙面的歹徒 每个人手端一支猎枪 逼住压款员和司机 把两个装着29.8万元现金 和一枚沈阳市华山城市信用社 现金收器张的黑色提包抢走 然后迅速跳上白色面包车 往南逃走 也就是说 犯罪分子有四个人 三个人抢 一个人开车 当时压款员没有佩戴武器 只有一根一尺多长的井棍 面对匪徒们的三支猎枪 显然不是对手 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 匪徒们来去神速 压款员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眼睁睁地看着巨款被抢走 直到那辆面包车决尘而去 才慌忙地打电话报警 公安机关接到报警之后 反应很快 马上组织全市的民警 特别是交警 堵截白色天津大发 但是没有结果 技术人员对抢劫现场进行勘查 询问目击者 了解歹徒们的衣貌特征 由于匪徒们都是蒙面 他们没办法看清脸孔 他们说 跳下车的三个人当中啊 有一个人的身材比较高 他头一个冲到首帘巨款的压款员前面 用枪使其就范 光天化日之下 运钞车在市区内被武装劫匪抢劫 这是沈阳市建国四十多年来的头一回 省市的领导都非常重视 调动了大批警力投入侦破 案发当天 那辆被劫匪用于抢劫的天津大发被民警发现 这辆车被遗弃在黄姑区昆山中路八十九号 东侧的一条胡同里 离华山信用社门事部并不远 民警们凭借直觉意识到 这伙匪徒非常有作案的经验 既然匪徒们用这辆天津大发实施了抢劫 那必然会留下蛛丝马迹 这辆车的车牌号 为辽宁三一一零零一二七 两侧的车门上 印着沈阳市个体营业运输 亲民零一二八字样 在司机座位的夹层里有一个黑色的皮兜 里边装着营运执照这些手续 还有一张身份证 上面印着姓名 娇双平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日期 一九五七 七二九 还有他的住址等等字样 座位前面的地板格上有大量的泥沙 在副驾驶座位上放着一串钥匙 经过检查 是那辆桑塔纳运钞车使用的 很明显 匪徒们把他带走 是为了阻止桑塔纳司机追赶或者跟踪 基础人员细心的检查全车 没有发现什么比较大的疑点 只有一点异常 这车厢里啊 有一根用车辆的坐垫撕成条状 并且连接的布绳子 这条绳子一头呢 系在车后门的里边 另一头系在副驾驶位置上方的扶手上 技术人员分析 这很可能是捆绑什么人的地方 比如说就是捆绑这辆车的司机 通过查访找到了这辆车的主人 是新民市35岁的个体出租司机 黄长河 他的家属说 黄长河在6月26号早晨6点半 从家里开车出去拉脚 当天就没有回来 他们已经向警方报告了 运钞车被劫 时间是28号 黄长河失踪是26号 那黄长河现在在哪儿 是不是已经被害了 如果被害 尸体又在何处 直到抢劫案发生之后的第九天 才有人在一个不易被发现的地方 找到了黄长河的尸体 直到运钞车抢劫案发生之后的第九天 才有人在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 找到了天津大发的车主 黄长河的尸体 几天之前下了一场暴雨 渝洪区环卫所的工人老张和老行 在渝洪乡姚家村的一条公路上干活 无意当中一瓢 发现在路边一片稻田的水线里 有一个盆口粗 一人多长的黑乎乎的东西 还没等走近呢 就闻见一股奇臭 忍着臭味走近一看 发现原来是一具男尸 两位吓坏了 赶紧报警 警警支队的法医在现场发现 尸体呢 被抛弃在稻田的水线里 外面包裹着一层塑料膜 头部包裹着绿色的坐垫套 颈部呢 勒着一条安全带 法医鉴定 这个尸体是生前被他人勒紧 造成机械性窒息死亡 由于一直浸泡在脏水里 又赶上盛夏 发现得又很晚 尸体已经是周身的污秽 高度腐败 高度腐败爬满了蛆虫 通过家属认定 这个尸体正是失踪已经九天的黄长河 那天他哼着小曲擦完车 满脸笑容的开车走了 可今天再见到 却变成了一具腐烂的尸体 黄长河尸体的发现 使六二八案情更加明朗了 劫匪们先劫车杀人 后抢劫据款 犯下了弥天大罪 天津大罚司机座底下的那些沙土 也得到了解释 是匪徒们在辗转抛尸的过程当中 带上来的 刑警支队和皇姑分局的公安民警们 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义愤 对六二八杀人抢劫案展开侦查 可是好几天过去 没有任何进展 匪徒们对这次行动做了充分的准备 他们在外地劫车杀害司机 然后呢进入市区抢劫 这就延缓了暴露的时间 作案之后又迅速的弃车而去逃避追捕 茫茫人海 四名匪徒消融其间 用种种假象遮人耳目 继续以普通人的身份 生活在云云众生当中 想要把他们辨认出来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六二八运钞车抢劫案件发生之后 市政府对全市金融机构运送巨额现金 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和要求 并且购买了专业的运钞车辆 配备了经警和保安 实行武装押运 有效地防止了同类案件的再次发生 当被害人的家属抱着死者的骨灰盒 哀哀痛哭的时候 孙德林 汪家里 汪家人 孙德松这伙匪徒 却在酒店里 吃着美味佳肴 喝着美酒 挥霍着抢来的不易之菜 他们认为 这次抢劫取款运钞车 是他们到目前为止的犯罪生涯当中 干得最漂亮的一回 汪家人的家 离华山城市信用社门市部不远 他每回经过这儿 都要向他称之为小银行的地方 多看几眼 有时候 他还会走进去 伸长脖子 贪婪地盯着柜台里 那些一捆捆一落落的钞票 买到猎枪之后 哥几个一直想干笔大的 这家小银行周围比较僻静 街上的行人和车辆都不多 那辆运钞取款的白色桑塔纳 每天一早就到 非常有规律 押款的人员 通常是两男两女 只有一名保安拎着一根电竞棍 而且谁知道那里边 装没装电池啊 汪家人反复地转着这个念头 萌生了 干这辆运钞车的想法 他把这个想法向同伙们提出来之后 得到了大家的赞成 他们呢 或单独一个人或两个人一组 去华山城市信用社门事部去观察 一直认为 这件事值得干 他们按照个人的专长做了分工 汪家人继续踩点 孙德林去搞车 汪家里开车 孙德松配合 他们估计 这次行动 有他们两对兄弟四个人 足够了 没有去找汪文旭 咱们几个人各发挥各的长处 能开车的开车 能打前锋的打前锋 我呢 年纪大了 但是也得付出辛苦 跟踪啊 踩点啊 我都行 五年之后 当汪家人带着镣铐 面对刑警支队 暗审处的预审员时 这样供述 的确 在预谋抢劫 运钞车的那些日子里 汪家人更加频繁的 到华山城市信用社 门市部前边转悠 暗中的观察 他的年纪比较大 善于伪装 按照社会犯罪 呈现低龄化这个特点 他呢 不太为人们所注意 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6月26号一大早 担负搞车任务的孙德林 打车来到新民市 他要物色一辆 比较好的 旁开门 后接盖的 微型面包车 这样的车 在抢劫当中 便于同伙 跳上跳下 这个时候 他站在马路边 又像催命阎罗一样 寻觅着司机 功夫不大 黄长河开着一辆天津大发 迎面跑过来 孙德林 含着笑 一挥手 就把这位司机 送上了 黄泉路 在 于洪区 北里关屯 一个僻静的地方 孙氏兄弟 和汪家哥俩 四个人 就地取材 用面包车 做电套 撕成布条 勒死了 黄长河 抛弃尸体之后 把车 开到黄姑去 他们在 预定抢劫之后 逃跑的路上 演习了一回 感觉不错 当天 他们就想干 但是 时间已经晚了 那辆运钞车 已经来过了 汪家里 几经选择 把天津大发 存放在 信用社 门市部后面 不远的地方 第二天 是6月27号 匪徒们 想在这天动手 早晨的时候 汪家里 心怀忐忑地 向那辆 天津大发 走过去 昨天的 劫车杀人 是不是 已经惊动了警方 这辆车 会不会被人 发现了 他一边走 一边小心 谨慎地 观察四周 在确认 没有异常情况之后 才接近了 天津大发 一切都是原样 没有什么变动 他放心地 坐进了 驾驶室 7点钟 另外三个人 也来了 各就各位 没说一句话 不比会一个手势 都是心照不宣 包括开车的汪家里 在内 四个人的腰上 都别着家伙 他们约定好了 抢钱的时候 如果没人反抗阻拦 就不开枪 只要有人反抗阻拦 不要犹豫 马上开枪 无论如何 也要把钱抢到手 一切准备 妥当之后 王家里 抬手腕看看表 七点二十多了 他启动天津大发 把车 开到闽江街 在华山城市 信用社门市部 北边 大概二十米的地方 停下来 在这个地方 可以把门市部 前面的情况 看得一清二楚 孙德林他们三个人 在车厢里 戴上了手套 帽子 还有面罩 也就是丝袜 套在了脑袋上 手里拿着枪 谁都没说话 静静地等待 坐在驾驶座位上的汪家里 心情更加地紧张 抓方向盘的手都出汗了 他责任很重 必须得看准时机 快速行动 不然 就会 共亏一亏 四个匪徒 坐在车里 等待时机 时间 一分一分地过去 终于从南边 开来了一辆 白色轿车 王家里 对身后的孙德林 低声说了一句 就是他 王家里的两个眼珠子 都要瞪出来了 一眨不眨地 盯着那辆车 迎面开过来的 果然是那辆桑塔纳运超车 在信用社门市部前面慢慢地减速 停下 车门打开 两名押款员下来 走到车后面 打开后备箱的盖子 开车 孙德林 孙德林下了命令 车没动 开呀 这个关键的时刻 王家里却怎么也打不着火了 急得鼻尖上都冒汗 不知道为什么 车就是打不着 本来 本来这辆车 汪家里开着感觉还不错 可关键的时候 掉了链子 由于发生了这个意外 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几名押款员 拎着装着巨款的兜色 走进了门市部 27号的抢劫 因为车辆故障没有成功 使这个案子往后延了一天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抢劫案件 在被害司机黄长河失踪两天之后 才发生 28号一大早 贼心不死的匪徒 再次在原地等待机会 是不是还要使用这辆天津大发 用这辆车会不会有危险 他们讨论过 最后都认为 出租司机失踪 从报告到警方立案 总得有个过程 不至于这么快就被发现 作案心切 他们决定还用这辆车 这一次 匪徒们抓住了机会 当那辆桑塔纳停下 两男一女三名押款员 打开后备箱的时候 只见汪家里开着天津大发 箭一般的就冲到了信用社门市部的前面 越过桑塔纳停下一打轮 两辆车形成了车尾对车尾的形式 孙德林第一个从侧门跳下来 手端猎枪飞跑几步 他从前面挡住拎着一大一小 两个巨款兜色的押款员 大声的喊 不许动 强劫 我就是要钱 孙家人和孙德松 这时候也跳下了车 三名匪徒站成了一个品字形 把押款员们围住 事情发生得过于突然 押款员们面对匪徒的枪口 呆住了 出于职业的本能 那个拿着电颈棍的保安要动 另一个呢 也用手在身上摸什么东西 孙德林晃晃枪口威胁道 你们别乱来 再动 我就开枪 汪家人和孙德松 动作敏捷地 拎起了庄前的兜子 孙德林让他们先走 他继续用枪 逼住那几个人 这时候 汪家里也端着枪下了车 因为他开车 需要良好的视线 不能戴面杖 临时呢 用嘴叼了一张纸 遮住脸 他抢下 桑塔纳司机手中的一串钥匙 扔到大发的副驾驶座上 天津大发那是小面包 没有桑塔纳跑得快 他怕那个司机开车追 或者是跟踪他们 抢下了钥匙 这桑塔纳 这桑塔纳就成了死车 孙德林见抢劫已经得手 同伙们也都上了车 他就到退着走向天津大发 也上了车 汪家里迅速启动 飞也似的向南边开过去 他们穿了几个胡同 车上的人摘下帽子和面罩 跑了大约一分钟之后 就把天津大发扔了 骑上两辆早就放在那里 备用的自行车 来到了汪家仁的家里 这天晚上 他们每个人各做了一个好梦 第二天那就是分赃的日子 他们已经数过了 这回抢了将近三十万 这个犯罪团伙 有个雷打不动的原则 凡是抢来的财物 一律按参加行动的人数均分 抢来金银首饰 他们八堆平分 如果数量不太均匀呢 就做几个纸团 凭个人的运气抓揪 后来王文旭还拿了一架天平 有一回 四个人共同参与一次入室抢劫 事后呢 在平均分完了赃款之后 还有一条金项链 没办法分 他们商量之后都同意 把这条金项链剁成四截 每个人得到一截 表面上看 他们做得很公平 没有因为分赃不均闹过意见 但是实际上 对这伙极端自私又贪婪的匪徒来说 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公平可言 孙德林曾经说过 干这个 还讲什么仁义道德呀 犯罪同伙暗中潜伏着矛盾 正是由孙德林引起来的 有一回如是抢劫 孙德林走到卧室 把女主人用绳子捆起来 往家里进来看了看 这卧室装修啊 相当豪华 家具也都很好 他觉着 孙德林对付一个浑身哆嗦的女人 那是绰绰有余 就到别的房间去了 抢劫临近结尾的时候 孙德林拎着一个小皮箱走过来 王家里问他 这里边装的啥呀 孙德林说不知道 王家里很好奇 就用刀变 变了半天 小皮箱啊 挺结实 没变开 王家里估计 里边不会有什么贵重的东西 他大小是个皮箱 带着是累赘 就说别要了 孙德林挟了他一眼 你知道啥 你啥也不懂 撤退的时候 负责开车的王家里 没见到孙德林 他不敢多等 拉着王家人和王文旭 跑了 直奔王文旭的家 在王文旭家 等了半个多小时 孙德林 才匆匆忙忙地赶过来 王家里心想 他肯定是先回了一趟自己家 卸了货 然后才来的 过了一段时间 王家里听孙德林 无意当中说起来 他有美元 想换人民币 心里边就更奇怪了 大家在一起 从来没抢到过美元 他的美元是哪儿来的 那天 他为什么不跟大伙 一起回来 是不是在那家 豪华的卧室里 翻出了美元了 听说那女主人 确实是刚从国外回来的 这钱 他全都独吞了 汪家里 把他这个怀疑 对汪家人说了 汪家人觉着 是这么回事 汪家人和王文旭关系好 又跟王文旭说了 这引起了王文旭 很大的反感 联想到 他平时总和孙德林 意见不一样 老争吵 他就说 那天孙德林 为什么非得要 那个小皮箱 肯定有鬼 咱们几个把脑袋 别在苦腰上 干这个 他却来这么一手 太不够意思了 不过 怀疑 他终究是怀疑 明面上 谁也没向孙德林提出来 原因也在那摆着 这个团伙 需要孙德林 他在这里边 起到的作用 是有目共睹的 另一方面呢 他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伤了谁都不好 即使有意见 也要维持住 就像王文旭 后来在接受审讯的时候 说的那样 我们几个人 在大方向上 是一致的 抢劫运钞取款车 获得赃款 29.8万元 其中除了整捆的大票子之外 还有一兜子里边啊 装的是许多捆成卷的纸币 还有一枚印章 几个人呢 把纸币分完之后 把硬币存在了汪家人家里 临走的时候 孙德林再三地嘱咐汪家人 你花钱的时候啊 悠着点 别露了馅儿 汪家人点头 你放心吧 这个我还不懂吗 几天之后 孙德林再来到汪家人家里 问起那些没分的硬币 这汪家人呢 不慌不忙的 拿出了一些钞票 往桌上一拍 都在这儿呢 孙德林 那硬币呢 汪家人说 我都换成整的了 要不然怎么花呀 你在哪儿换的 你小商店 孙德林指着汪家人的脑袋骂呀 你他妈简直就是个猪脑子呀 你这不是找死吗 上回全员小区 老中医家里那个事 要不是你给记错了暗号 把漏水说成挺好 咱能白去一趟吗 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 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干 谁让你私自去把它换成整的了 这时候 汪家里的脸上也不太好看 不过呢 他认为孙德林对二哥的训斥 这是有道理的 汪家人确实稀了糊涂的 有一回入室抢劫 他把刀都给丢了 丢哪了 不知道 这要让警察查出线索来 五个人性命攸关呢 还有一回 他们在抢劫当中呢 得到一支非常名贵的捞利式金表 价值十几万 可这表太扎手了 不能戴又不能卖 还不能留着 这汪家人呢 硬是把这块金表给砸碎了 汪家里啊 平时也看不惯他二哥那种脑子笨 动作慢的劲 看见孙德林这回真的发了火 也跟着埋怨了二哥几句 大家伙都这么说 汪家人也明白 是自己大意了 我这么一个平头百姓 哪来那么多卷好的硬币呢 他换的时候啊 连卷都没拆 那纸卷上还盖着银行点钞员的小方戳呢 如果小卖部的人怀疑了 向公安局报案了 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想到这儿 他的后级娘上也出了一层白毛汗 赶紧就认错 孙德林看事已经出了 他又认错了 还能怎么着啊 下回多多的小心吧 这伙匪徒包括汪家人在内 个个都是狡猾奸诈 说汪家人脑子笨 不过是相对的 跟孙德林汪家里相比啊 他确实迟钝 是天生就不如他们呢 还是自己年纪大了 他也说不清楚 特别是每当一想起那回被人骗了的事 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暗暗的也骂自己脑子笨 汪家人和汪家里 这兄弟俩在一次抢劫当中 得到了一枚很大的 镶着蓝宝石的金戒指 看着挺之前 亲兄弟明算账 分赃必须得公平 俩人一合计啊 把那枚宝石戒指一分为二 让金银工匠改成了两枚 每枚仍然有二十多克 改头换面之后 汪家人就把他给带手上了 这天呢 他骑着摩托车来到中介 那车有点毛病 他在一家配件商店 买了零件 就地借商店的工具 自己修起来 手头正忙活着 走过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 低着头在他前后左右 来回地转悠 好像找什么东西 开始汪家人没注意他 后来抬头看见这小青年 满脸的愁容 而且在那叹气 就问他 哎 你找什么呀 那小青年站下跟他说 大爷 我丢了一小东西 你看见没有 什么小东西啊 一个金戒指 二十四K的 那小青年啊 把嘴凑到了汪家人的耳朵边上 一边说 一边揉着一根手指 这戒指啊 有点大 我可能逛商店的时候 甩来甩去 甩没了 大爷 你要是帮我找件呢 我好好地谢谢你 汪家人一听财迷心窍 赶紧向周围地上撒嘛 可这满地都是工具和零件 没有金戒指 他就跟那小青年说呀 你看看 这儿没有 你上别的地方找找吧 那个小青年啊 非常失望 又长长地叹了口气 走了 功夫不大 又有一个男青年走过来 好奇地看着汪家人修摩托车 汪家人呢 也没太注意他 突然这男青年呢 哎呦了一声 弯下腰 从汪家人的脚边 捡起了一个什么东西 汪家人一看 啊 黄灿灿的一个大金戒指 他奇怪 我老眼昏花了 刚才怎么就没看见呢 那么早都没有啊 他抬眼向远处打望 还问 哎 你看见刚才走那小伙子了吗 那小青年说 呦大爷 别吵吵 这是咱爷俩捡的 不能给他 啊 这 见者有份 发笔小财 行不行 你掂量掂量 这分量 汪家人接过戒指 掂量掂量 打量打量 可比自己手上的这个沉多了 他那贪劲上来了 说 这 哎呀 怎么分呢 男青年想了想 说 这好办 东西在你身边捡的 你多得点 行不行 这样 我把大戒指给你 你把手上那小的给我就行 你看合适不 这好事上哪找去呀 汪家人想都没想 结果大戒指把手上的这个小戒指撸下来 交给了这个男青年 这男青年呢 也挺高兴 还冲他挥挥手 大爷 拜拜 牛头 快步的走开了 汪家人觉得这是占了个天大的便宜啊 修完了车 美不思的回家了 汪家里眼前呢 见他手上换了个大戒指 就问他打哪来的 汪家人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讲说一遍 汪家里一听就拍他腿 哎呀 你上当了 那俩小子是骗子 合伙给你做的局 你怎么这都往里钻呢 汪家人听了还似信非信 几天之后 他拿着那枚戒指去做鉴定 果不其然 这不是金的 就是一个不值钱的铜圈 汪家人一生气 把这铜圈给扔了 黑吃黑啊 老劫匪让小骗子给忽悠了 咱们还回来说 6月28号 运钞车在华山城市信用社门前被抢之后 这个消息啊 传得非常的迅速 街头巷尾都在谈论 被王文旭听见了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找了几个同伙问 华山信用社那案子啊 是你们干的吧 啊 为啥不找我呀 孙德林板着脸撇了一眼 王文旭 这嘴角还带着那么一丝丝的冷笑 他跟王文旭向来不合 这个时候啊 很想刺激他几句 可是看看汪家哥俩 简于他们呢 跟王文旭的关系还比较好 还有自己以前和王文旭共同干的那些案子 话到嘴边 又咽回去了 面对王文旭的质问 那几个人的态度啊 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让王文旭摸不着头脑 但是王文旭已经从几个人冷漠的态度当中意识到了 他心里憋着股火 说 要说不是你们干的 我不信 我现在挺渴的 虽然没参加 你们是不是也得给我分点啊 四个人抢了运钞车的事 让王文旭知道了 王文旭找到他们 说 他现在挺缺钱 虽然没有参加行动 但是 应该给他也分一点 这在团伙当中是没有先例的 抢来的钱四个人早就分完了 一个没参与行动的人来伸手 这谁能往外掏啊 大家伙啊 都不说话 不理他 钱没要到 王文旭 垂头丧气地走了 这件事之后 汪家哥俩和孙氏兄弟都感觉这么下去不行 从安全方面考虑 得抓紧解决王文旭的问题 以孙德林残暴的性情来说 杀死王文旭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他想 如果那么做 很可能会把警察引向团伙 所以 最好的办法 是把王文旭 踹掉 想踹掉 想踹掉王文旭 得做好汪家哥俩的工作 他们关系好啊 于是乎 他找了个机会提起话头 说 老汪这人不行 早晚得给咱们惹事 你们忘了他上回干的那件事了 他说的 是一次 由汪家哥俩 孙德林和王文旭 共同参加的入室抢劫 那回抢到不少的手势 之后四个人均分 按照当时的约定 作案之后封锦 必须小心 个人分得的金手势 如果处理 就一块去处理 找一个妥当的地方 大家绝对不能单独行动 要不然容易漏 对这个约定 汪家哥俩和孙德林 都是遵守的 后来呢 他们一起把金手势 统一拿到一家 个体手势加工店 改成了别的样式的 戒指和项链 可是在这个之前 王文旭 已经独自一个人 把分道的手势卖掉了 这事啊 没瞒住 另外几个人知道之后 非常生气 孙德林又说 这小子有钱就胡躁 大手大脚的吃喝嫖赌 这么下去太危险 虽然呢 汪家哥俩也是大把大把的花钱 可是他们听了孙德林的话之后 也很担心 再说了 汪文旭和孙德林俩人老吵架 就好像两头不能拴到一个草子吃草的驴 关系这么讲 长久下去 确实不是个事 汪家里就问 大哥 你说咋办呢 孙德林 孙德林答得很干脆 不要他了 汪家人 汪家里 互相看了一眼 没说话 孙德林说 现在 有我三弟 咱们还是四个人 够了 汪家哥俩没说什么 陷入了沉思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曾经是当初这几个人结伙走上黑道时候的誓言 如果现在把汪文旭一脚踢开 不仅不仗义 而且不好办 你说踢就踢嘛 你让他走 他就走嘛 汪家里说 大哥 咱们人数确实是够用了 可要想把他弄走 也难办呢 你给他弄极了 他会不会 孙德林说 这事我想了 咱们呢 商量个比较稳妥的办法 咱们就这么说 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 汪家哥俩和孙德林约王文旭到铁西区新开河边碰头 并且叮嘱他带上猎枪骑自行车去 汪文旭接到通知之后很高兴 这想你看老哥们就是老哥们没忘了我又带我干活了 只是呢 他对到河边碰头有点疑惑 以前哪回行动也没去过那个地方啊 月光之下 河岸边 杳无人计 黑悠悠的河面上 那倒映着一闪一闪的月亮 显得有点深不可测 汪文旭来到约定的地点 另外三个人已经在那等候了 孙德林和汪家里是骑自行车去的 汪家人是登一辆稻骑驴 让王文旭感到纳闷的是 那辆稻骑驴的车板上 放着一个家用的石油液化气罐 稍微寒暄一通之后 孙德林向汪家里递了个眼色 汪家里就对王文旭说 大哥 咱们哥几个出生入死好几回了 都算是生死兄弟 可是现在啊 你也知道 行事太紧 咱们哥几个都想洗手不干了 你有啥想法没有啊 汪文旭觉着很意外 只好敷衍着说 我没啥想法 那就这样吧 咱哥几个好聚好散 王文旭还在纳闷呢 汪家里转身走到稻骑驴前边 扳倒了液化气罐 拆掉液化气罐底部 一个早就活动的钢片 从里边抽出来三把猎枪 王文旭认出来 这是他们三个人用来抢劫的家伙事 孙德林和汪家人也走过去 三个人手法熟练 稀里哗啦的连拆带谢 把三把猎枪拆得是零零碎碎 然后随手一嚷 这些零件啊 扑通扑通的 都远远的沉到了河底 王文旭看着这一切愣住了 孙德林走到他身边 说 老王 从今往后啊 咱哥几个就洗手了 最好是弃恶从善 万一出了事 谁可也别连累谁 你呢 也就别再提华山信用社的事了 说到最后几个字 孙德林目露凶光 叫王文旭这心头啊 猛的就一颤咬 王家人见着气氛有点不对 赶紧过来说 大哥 我们都是土埋半截子了 该歇手了 钱这东西啊 多有多花 少有少花 没有就不花 咱们要是再干 难免就有一天要掉脚 到时候 后悔可就完了 王家里也说 大哥 咱们虽然散了活 可往后还是哥们儿 有困难 说一声 咱们互相帮助 面对眼前的情景 和几个人说的话 王文旭感到很突然 很迷惑 他也曾经有过 这几个人 是在演戏给他看的念头 但就是一闪念 当他看见他们 把几只历尽千辛万苦 冒着危险才买来的猎枪 全都拆散了 扔到河里之后 他不能不信了 他们真不想干了 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还能说什么呀 他也抽出腰里的那把猎枪 起拆八卸一甩手 都扔进了河里 就这样 王文旭被几个哥们儿 巧妙的踹出了犯罪团伙 王文旭被踹出了团伙 在这之前 踹不踹他 汪家哥俩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 没有了王文旭 他的位置 就会由年轻的孙德松顶替 这样呢 可以变成两对同胞兄弟的联手结盟 而且 也让这个团伙年轻化了 这王文旭呢 比最大的汪家人还大半岁 反复的权衡利弊之后 他们也下了决心 跟孙德林演了河边上的那场戏 孙德林 除了对汪家兄弟俩列举那些踹王的理由之外 其实他的心里啊 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孙德林 是这个犯罪团伙的始作俑者 在一次一次抢劫犯罪当中 心狠守毒残暴之际 落网之后 他自己都承认 确实是滥杀无辜 血腥味太大了 然而 他也相信善恶中有报 对法律的惩罚心存恐惧 在他的心里 有一个没跟别人说过的时间表 四十岁收山 放下屠刀 以抢劫运钞车为契机 他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收山的时候了 跟汪家哥俩在抢劫当中发生分歧 是孙德林萌生收山之念的另一个原因 他一贯的主张是 要干就干大的 建好就收 折服一段 用抢来的钱呢 开个饭店什么的 后半辈子也能有个依靠了 干的时候 必须要考虑周密 注意隐蔽 踩点的时间不能过长 以免弄成手脸 可那两个姓汪的呢 却不这样 他们没钱就干 连着作案 也不管对象钱多钱少 能弄到点钱就行 特别是汪老二 他压根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如果将来 大家有个好歹的 十有八九 是坏在他的身上 汪老三呢 别看在研究行动计划的时候啊 笔笔画画的 嘴里直白火 最后还是得按孙德林说的干 总而言之 这俩人 孙德林是越看越不顺眼了 为三弟孙德松担心 这也是孙德林的一个考虑 在他的心里 孙德松跟自己完全不一样 是个好弟弟 他孝敬父母 年轻有为 不论亲人还是单位的人 对他的印象都挺好 只不过后来呢 媳妇跟他闹离婚 心情很郁闷 也没有心思工作了 拉他入伙的时候 他就破罐子破摔 也干起了杀人抢劫的营生 但是 孙德林总因为这个感觉到不安 如果案子犯了 连累了弟弟 那就是他害的 他愧对家里的亲人们 跟孙德林不一样的是 汪家哥俩的犯罪欲望 非常强烈 如果孙德林劝他们收山 肯定是没戏 于是乎呢 孙德林表面上 是处处在为犯罪团伙着想 出谋划策 这暗中啊 却在实施着 踹掉王文旭的计划 同时 做着干几次大的之后 在四十岁之前 收山的准备 如果单单是为了 踹掉王文旭 而扔掉四把猎枪 那代价太大了 汪家哥俩 能同意吗 可事实毕竟是汪家哥俩 同意扔掉猎枪 而且就这么干了 这里边啊 有原因 汪家哥俩一直念念不忘的 是要弄到真正的军用手枪 用制式的 为了区别于猎枪 他们把手枪叫强兵器 抢劫运钞车成功 他们每个人分了一大笔钱 有了钱 买枪的念头啊 就越来越强烈 猎枪虽然也可以用一作案 但是又大又笨 不好带 他们就想 在作案工具上 来个更新换代 用刚到手的钱呢 去买枪 当孙德林提出 踹掉王文旭的建议之后 他们就借这个 来个顺水推舟 把已经完成了 使命的猎枪 陷了出来 充当了演这场戏 必不可少的道具 在预审员面前 汪家人说 我们干事 弄到钱之后 就花天酒地呗 什么事也不想 看我们这行的 有劲没名 抢点钱就花了 填补一下空虚 抢劫运钞车得手 汪家人分了七万多块 药包一下就鼓起来了 又有了循环作乐的钱 他离不开的 一个是酒 二一个就是女人 汪家人爱喝酒 虽然每回喝的不多 一天呢 却得喝上三回 甚至是四五回 以前 他在沈阳东站货场 登道旗旅拉脚 干一天活啊 特别累 回家之后 喝点酒 结结伐 自从上了孙德林 和汪家里的贼船 干起了杀人 抢劫的勾当之后 酒 又成了缓解他作案之后 紧张心里 麻醉自己的东西 当然 抢了那么多的钱 光喝酒 那是喝不光的 他最大的消费 是出去找女人 这个犯罪团伙的五个人 王家人月货这一行之后 他一夜之间成为了巨富 为了找刺激 他就瓢暗昌 直到把钱都花光了才停手 为这个 王家里都没少数了他 这一天 王家人又被那笔赃款 烧得坐不住了 想出去转转 夜幕降临 花灯初上 他刮了胡子 洗个澡 换上一套新衣裳 往兜里揣了几千块钱 骑上摩托车 出门了 王家人有个本能 就像只狗似的 他会闻味 知道哪家酒店 娱乐厅里 有他需要的那种女人 摩托转往前骑 一辆加美轿车 从身边开过去 车轮压过一个水坑 泥水飞溅起来 弄脏了王家人的一条裤腿 王家人对着加美骂了一句 手上一拧油 跟着这辆车跑了起来 加美开到娱乐宫的门前停下来 车门打开 一个大款模样的中年男人 挺胸秃肚的走了进去 王家人一见也停了车 他心里想 不用你小子显辈 你能来我也能来 挺好摩托车 他也走进了娱乐宫 王家人循环作乐 一般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这样呢 既新鲜又有意思 也不会让人弄成脸熟 这家娱乐宫是他头一回来 进了门啊 他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俩眼睛不够使了 那小舞池里彩灯旋转 乐曲悠扬 一对一对的男女勾肩搭背 跳着联系步 看得王家人心里直痒痒 但是他呢 不好这个 跳舞有什么意思呀 最多就是搂搂 蹭蹭人后背 拉了手什么的 他是急着要找小姐 王家人进了娱乐宫之后 着急要找个小姐 赶紧的开了个包房 又找了一个高个的小姐来陪他 这小姐呀 叫小敏 开源人 刚22岁 王家人伸手就拉他 说 这就咱们俩客气个啥呀 小敏的手被王家人拉着 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父亲年龄还大的老头子 他觉着有点反胃 这个人呢 白脸 秃顶 看上去慈眉善目的 没成想 这么大岁数了 老不正经 算了 先宰他点钱再说 小敏呢 就帮他点菜 之后又点酒 酒菜上来 王家人一手搂着小敏 一手举着酒杯 一扬搏 嘶儿搂一声 干了 把酒杯往桌子上一蹲 叫了一声 爽 吃饱喝足 他又搂着小敏 唱起了卡拉OK 吃饱喝足之后 他又搂着小敏 唱起了卡拉OK 他的人生哲学就是 对酒当个 及时行乐 有钱就花 花完再结 有一回呢 他骑摩托车 从火葬场前边路过 看见这门脸上啊 有一副对联 上联是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下联是 人生坎坷 苦辣酸咸 横批 谁都得来 孟家人呢 站在这幅对联前边 思索了很长时间 有点感慨 他想 自从干了这没本的买卖 钱来得容易了 但是呢 也经常在梦中 惊醒啊 梦见着干活的时候 掉了脚了 惊出来一身的冷汗 是啊 钱 抢得快 花得也快 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反正人活一世 终究是个死 活一天 就快活一天吧 那一夜 汪家人在娱乐宫里边 过得挺高兴 甩手就给了小敏 一千块钱的小费 他不心疼 反正花光了 再去抢呗 回家的时候 已经半夜了 老伴躺床上 压根就没睡 听见外边摩托车响 赶紧爬起来 给他开门 他家住的是楼房 里边的陈设很简单 除了一台旧冰箱 一台旧电视机 没有其他 更值钱的东西了 那些抢来的钱 都让他给造了 一分都没攒下 老伴问他 是不是又出去耍了 汪家人也懒得回答 他每次从外边嫖娼回来 都骗老伴说 是打麻将去了 老伴还问他 输没输 他说 没输 你小点声别说话了 别把儿子弄醒了 汪家人很喜欢他的儿子 他对儿子的要求很严 学习上呢 也抓得特别紧 他允许男同学 上家里来看儿子 不允许女同学来 还对儿子说 你呀还小 尽量和女孩少接触 影响你前途 他还希望儿子将来学法律 这年头干法律吃香啊 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 但是不能误了孩子 得让他学好 长大咯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老伴围着汪家人嘟呢 这家里都没钱买菜了 你还老打麻将 汪家人从怀里抽出两百块钱 递给老伴 我也没多少钱了 这点你先花着 汪家人对酒店娱乐宫里的小姐们出手很阔气 给一千算什么 有时候一高兴甩个三五千的 可是他对家里的老伴儿却很抠门 一来是给多了 怕露馅儿 再来呢 他在外边要面子 你钱给足了 小姐们才能好好地伺候着他 平日里 他抽烟 也是三塔 吉庆 这种三五块钱的烟 在家里呢 也无非就是喝点小酒 没有其他的花销 老伴儿压根儿就不知道 他在外边一掷千金的样子 一觉醒来 时间已经不早了 老伴儿在厨房里忙活 儿子还没去上学 他一边穿衣服一边喊 都几点了 你还不上学啊 儿子走过来说 自行车扎了 打了半天也打不进气 汪家人从兜里掏住十块钱 让他打车去 儿子揣起钱 匆匆忙忙地往楼下跑 汪家人走上阳台 他看见儿子并没有打车 而是跑向了公共汽车站 他点点头 笑了 晚上 汪家人踩点回来 把儿子叫过来说 早晨上学 打车花了多少钱呢 儿子说 没打车 花五毛钱坐的公交 你给我的钱呢 我想攒着买书 那下车还有一段路呢 我跑着去的 没晚啊 没晚 汪家人点点头 放心了 儿子从小就懂事 这是个好孩子 长大了 一定错不了 他在外边杀人越货 是个恶魔 在家呢 却教导儿子要学好上进 是个严妇 这对汪家人来说 不是很矛盾吗 他在回答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说 不矛盾 儿子是儿子 我是我 养不教 父之过 儿子学好学坏 我有责任 我不能让他走我的路 的确 汪家人 是一个 具有双重性格的人 这一天 汪家人吃完早饭 骑上摩托车 去了一趟北航 既是踩点 也是闲逛 他现在没有工作 不会再留一身臭汗 去登稻骑旅 拉黑脚了 现在 不论走到哪 看什么 都捎带着踩点 他已经成了一个 职业劫匪 汪家人认为 他这辈子 是从那场文化大革命 开始倒霉的 由于参与了打砸抢 他被判了刑 老婆离了婚 后来经商办了洗衣坟厂 他干供销 由于不善经营 赔了个稀里话辣 工厂也黄了 为了养活老婆孩子 他只好找三弟汪家里 像他那样 在沈阳站东货厂登 盗骑旅 卖苦大利 好歹一天 能挣个五六十块钱 要说学坏 也就是这几年 好意务劳 加上酒精和女人的诱惑 使他根定了孙德林和汪家里 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城市土匪 汪家人从北航出来 天有点阴了 他看时间还早 就骑摩托车 一路向南跑 他的大哥呢 在南边浑河蒲养鱼 在汪氏家族当中 汪家人排老二 上有兄长 下有两个妹妹 一个弟弟 他和妹妹弟弟的关系还可以 唯独跟大哥从小就不对付 现在两个人也说不到一块 今天他上这来 是因为他在这养鱼养狗 与其说是来看大哥 不如说是来看他的鱼和狗的 汪家人呢 自认为是个很会生活 很会享受 很有情趣的人 养花养鱼养狗 他都弄得不错 他在外边抢劫 杀个人 眼都不眨 可是要死了一条狗 他得伤心的掉眼泪 难过好几天 他还参加了北陵地区的摩托车 支友车队 时不时的呢 拉起一长串摩托车 去俯顺 大清沟 这些地方旅游 那些车友们谁也想不到 这一长串摩托车队伍里 有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匪类 在大哥的眼里 汪家人不走正道 吃喝嫖毒武毒俱全 长胸如腹 他没少劝汪家里 但是他不听啊 这回大哥又问他 说 你跟你三弟 吊在一块 在外边没干好事吧 花钱大手大脚的 你们的钱都是怎么来的 汪家人呢 不想回答 只是搪塞着说 我们啥也没干 都是正派人 你嘟囔个啥 一转身 看他的狗去了 临走的时候 大哥还留他在这儿吃饭 但是汪家里想 大哥能请自个儿 吃什么好的呀 饭桌上喝两杯酒 还不又得数了他 于是 扭头出门 骑上摩托车 一溜烟地跑了 汪家人离开了大哥家 那天晚上 风雨交加 电闪雷鸣 在于洪区 星凯大铺村 一间低矮的 简易房里 赵经母女两个人呢 正在和这个风雨 搏斗 房顶上的油粘破了 力清裂了 雨水顺着这缝隙 直接倒进了屋里 水流越来越大 他们娘俩 把所有的盆 筒 锅 最后的大碗 都端过来 接雨水 但是 仍然招架不住 这就叫 乌漏 偏逢连 阴雨 赵经啊 一想起自己这几年 那凄苦的经历 心里边就往上泛酸 离婚 下岗 洞迁 这些人生当中的不幸和变故 接二连三的向他的头上砸过来 砸得他晕头转向 心里焦瘁 没办法 洞迁期间呢 他在酒厂宿舍那片棚户区 租了一间特别老的平房 跟女儿 这总算是有了一个安身之处 可这房子是又老又破 下雨就漏 今天晚上这暴雨啊 又是特别的大 这房顶就漏得厉害 他一点准备都没有 炕都焦尸了 赵经手忙脚乱的 那抹布擦水 鼓了东头就鼓不了西头 急得在这屋子里啊 直转个 几番折腾之后 两大滴的眼泪 落了下来 看见母亲掉眼泪了 十五岁的女儿扔掉抹布 叫了一声 妈 抱着赵经 也哭起来 这时候啊 门外响起了 碰碰的敲门声 赵经问 谁呀 我 后院汪家里 啊 三哥呀 雨太大了 我来看看你 一股暖流 再对付一宿吧 明天一晴天 我就给你们修上 说完了 就卷起袖子 帮忙往外倒水 赵经 赵经感觉有什么东西 堵在了嗓子眼儿 这时候 这时候 他多需要一个男人的帮助啊 雨水和泪水 留在一块 模糊了 模糊了他的双眼 第二天 雨过天晴 汪家里说干就干 买了油毡 力清 爬上爬下的忙活了一天 帮赵经修好了房顶 赵经啊 是个重感情的女人 也是一个特别刚强的女人 婚便和下岗 没有把她压倒 她每天起早贪黑的出去打工 每个月呢 也有几百块钱的收入 接一缩食 供女儿上学 娘儿俩就这样相依为命 盼着搬回新居的那一天 她心里边早就下了决心 如果碰不到感情专一 能够相濡以沫的男人 今生今世 就不再谈婚论嫁了 汪家里的出现 让她乱了方寸 汪家里住大后院 酒厂的老宿舍 赵经刚搬进来的时候 两个人偶尔碰见 点点头 说两句闲话 也就是这样 时间一长呢 彼此之间有了一点交往 在赵经的眼里 这个比她大四岁的光棍男人呢 性格宽厚 孤身一个人默默的生活 不招风不惹事 听车站东货厂拉脚的人说 她很老实 与世无争 对左邻右舍也都很热情 办事爽快 凡是到她家里做客的朋友 都是拿烟倒茶 好酒好菜的招待 赵经对汪家里也渐渐地有了好感 特别是那个大雨之夜之后 他们的接触就更多了 汪家里经常跑过来 帮她干点这个 干点那个 让赵经心里边感激不尽 汪家里给她留下好印象的另一个原因 是她对自己的女儿很好 女儿六岁的时候 父母就分居了 她从小就没得到过父爱 现在 家中出现了一个善解人意的汪叔叔 女儿那渴望父爱的幼小心灵 如同干渴的和苗 得到了雨露的滋润 离婚之后 一段平静如水的生活 被汪家里给搅动了 赵经的心里有点乱 也有点甜 好像又找回了初恋的那种感觉 不知不觉当中 她也比过去更刻意地修饰打扮起来了 那天 女儿到姥姥家去了 赵经正在收拾屋子 汪家里一推门就进来了 这时候啊 他们的关系正在迅速地升级 汪家里再来的时候 免去了一切礼貌性的动作和语言 推门就可以进 汪家里细看赵经 白静的脸蛋上 描了眉 涂了红嘴唇 化了淡妆 还没到跟前 就有一股汁粉的香味飘过来 赵经问 三哥 最近忙啥呢 帮我二哥要账呗 王家里坐在沙发上 翻起孩子的课本 他说 他们那个洗衣粉敞黄了 人家欠债不给 他又不爱跑 只能我去 三哥 注意点身体 我看你这阵都瘦了 王家里的心里也是一颤忧 自己到底瘦没瘦 不知道 但是这么温暖的话 他已经很久都没听到了 今天赵经一口一个三哥三哥地叫着 语调呢 也比平时听起来亲了好多 他不能不好好琢磨琢磨 这微妙的变化 汪家里鄙视二哥汪家人那种 金钱交易下的欲望满足 他追求异性间 稳定长久的感情 以往跟他相好的女人 有的比他的年龄还大 二哥就笑话他 说 你这真是纯玩感情啊 可他却不以为然 眼前这个独身的女人 贤淑而又刚强 她是不是自己寻觅多年的那种知己呢 赵经去给汪家里拿烟 走到汪家里身边递过去 汪家里没接烟 却一把把那只雪白的手紧紧的抓住了 你有情 我有义 本来就是痴男怨女 干柴烈活 两个人呢 紧紧的抱在了一块 从那回之后 他们就正式的同居了 改革开放也使人们的观念有了变化 更何况他们都是有正式离婚手续的 孤男寡女 住一块谁也说不出来什么 就连赵经的女儿也是处之泰然 为自己有了一个新爸爸感到很高兴 隔三差五的 当汪家里过来跟母亲约会的时候 他非常懂事的就挪到沙发上去睡 王家里到底是干什么的 赵经不清楚 每当他问这个事 王家里就说是帮二哥要账 跟朋友一块做买卖 有时候他来得很晚 就说和朋友打麻将 赵经如果再往下问 他就会显得不耐烦了 说 我又不是坏人 干什么还都得告诉你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 赵经也就没法再问了 怕影响了双方的感情 王家里也爱喝酒 但是跟二哥不一样 他爱喝啤酒 他原来呢 在酒厂工作 一次能连着喝食品 但是酒也给他带来了麻烦和耻辱 1979年 他因为偷酒厂里的酒 而被处以劳动教养两年 对这件事 王家里一直耿耿于怀 他说 我在酒厂干活 喝点酒还算偷啊 这就是保卫干部整我 孙德林恨警察 王家里恨保卫干部 他一直都想报复 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每当王家里过来 赵经都会特意的买好啤酒 炒好菜 跟女儿三个人呢 就像一家人似的团团围坐 有了男人 这个破房子也像个家了 赵经不图王家里什么 只想有个伴 在感情上能有个寄托 王家里来的时候 除了买点水果蔬菜什么的 很少给赵经钱 有人就说 赵经你傻呀 你这不是倒贴吗 可是赵经呢 不在乎 他就觉得 现在活得 比以前有点意思了 扔掉了猎枪之后 汪家哥俩立刻投入到 再去南方买手枪的准备 一想起买枪 他们俩就伤心 忘不了那回去广东 买枪的经历 那回他们是约着孙德林 一块去的 当时孙德林四十多了 已经过了他该收山的日子 按说不应该去 可是这人叹呐 目前的生意和生活情况 也比较窘迫 他就觉得 还得继续干 孙德林好赌钱 但是运气还特别的不好 逢赌必输 做养牛生意 又赔进去三四万 别人都能住高楼大厦 凭什么他就得住破房子呢 他还是不甘心 就这么穷下去 决心靠抢劫发大财 再干一两回大的 就不干了 既然四十岁的时候 没能收山 那四十五再收 猎枪已经扔了 再往下干 就得去买手枪 于是乎 他和汪家哥俩 决定去南方碰碰运气 通过关系 汪家兄弟认识了一个在北方跑业务的汕头朋友 邀请了孙德林 把他请到酒店 向他询问买枪的路子 在封闭式包间的酒桌上 四个人卑躬交错 笑声不断 汕头的朋友啊 挺能聊 口若悬河 把南越的民俗风情挨个儿讲得十分的有意思 喝到酒憨而热的时候 汪家哥俩互相移地眼色 觉得差不多该问了 就支走了陪酒的小姐 把这话题啊 引了过来 汪家里用左手在桌子底下 比划了一个手枪的模样 压低声音问 哎 哥们 你们那边 有没有这个 汕头的朋友呢 心灵神会 用非常生硬的乐视普通话回答 有的啦 我们那边要什么就有什么啦 汪家里啊 恐怕汕头的朋友误会了 就说 哎 我是说私人卖的 真家伙 当然是私人卖的啦 走私过来的 那东西摆到商店里柜台上去卖吗 汕头的朋友说 我们那边呢 手枪 冲锋枪 什么都有 要什么 有什么 汪家人身长脖子 一对小眼睛瞪得溜圆 真的 孙德林也特别兴奋 问 贵不贵啊 汕头的朋友哈哈大笑 然后压低了声音说 咱们是朋友 我能骗你们吗 至于价格嘛 不会贵的 你们想啊 走私过来的东西 什么都不会贵的 一只手枪的价格呀 大概是 他的声音 又低了下去 离开酒店 汪家兄弟和孙德林心话怒放 他们觉着 离拥有一只真家伙的日子 不会远了 从那天之后 他们紧紧地抓住这位汕头朋友 三天一小请 五天一大宴 用抢来的不义之才 在他的身上狠下功夫 培养关系 培养感情 汕头的朋友要回去了 临走的时候啊 汪家哥俩和他约定 过不久就去汕头找他 通过他的关系买枪 那位朋友啊 也是拍着胸脯说 哎呀 你们快点来啊 这些事情包在小弟的身上 有了汕头朋友这个路子 三个人对买枪的事 信心大增 他们等不及了 抓紧就张了起来 怎么去汕头呢 坐飞机不行 坐火车也不保险 他们决定自己开车去 虽然是路程很长 但是便于隐蔽 安全性好 由汪家里出头 以每天一百块钱的价格 租了一辆天津大发面包车 哎 这回呢 他们没有杀人抢车 很聪明 你抢一辆车 从东北开到汕头 那早就案发了 沿路都得堵截你 所以他们租了一辆车 又到九路农贸市场 买了三百多公斤的优质大米 还有苹果 这些东北的特产 作为带给汕头朋友的礼物 同时又买了几箱方便面 小食品 咸菜 饮料 准备了修车工具 备胎等等 慢慢的撞了一车 这就准备长途拉链了 一路无话 汪家里和孙德林轮换着开车 小型夜宿 小型夜宿 终于到了汕头 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汕头 疯狂疑 疑狂以泥 一派繁荣 他们几个人呢 可没心情看风景 安顿好了住处和汽车之后 急急忙忙的就去找那位朋友 朋友看他们来了 满脸笑容的表示欢迎 当天晚上呢 在蛇餐馆设宴 为他们洗尘 试一尝南方的特色 吃点蛇 同时呢 来者不惧 他把三个人带过去的礼物啊 照单全收 还收下了他们买枪的钱 一万两千元 他们约定好 要买三把手枪 买不到三把 两把也行 汪家人一再地叮嘱 可一定要好的啊 得好使 九族饭报之后 汪家人汪家里和孙德林 回到旅店 一路劳顿 他们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都做着同一个梦 很顺利地买到了三把军用手枪 每人一把 耀武扬威地回到沈阳 在他们频频地作案 疯狂地射击之下 一个又一个 腰缠万贯的大款 纷纷倒地 丢下了满地的钞票 和金银首饰 他们付了 发了 花天酒地 小蜜成群 享尽人间的欢乐 可是两天之后 他们再去找那位朋友的时候 却发现 那个朋友 失踪了 他们到朋友的家去找 没有人 旁边的邻居说呢 他搬走了 他们就问 这不是他的房子吗 邻居说 不是啊 这是租的 他们脑袋 嗡的一下 远在异域他乡 人生地不熟 到哪儿去找那个人呢 孙德林气得 额头青筋直蹦 咬牙切齿地说 逮住那小子 老子一刀捅了他 只有汪家里呢 还比较镇定 他想了一下说 一共也就是一万二 不至于为这个数 离开汕头吧 这地方也不大 咱们再找找 还怕他飞上天气吗 他们瞪着六个大眼睛 在汕头市内的商店 酒店 娱乐场所 到处的寻找 走在马路上 也是左顾右盼 希望能在这潮水 一般的人群当中 把那个熟悉的身影 给他认出来 可巧不巧 真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一天呢 他们还真找着了 但毕竟客居他乡 他们也不敢动粗 同时呢 对买枪还抱着一线希望 就装成什么事也没发生 把汕头的朋友 带到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 王家里就问他 哎 那玩意儿 怎么样了 山头朋友眨着眼睛 一脸茫然 什么玩意儿 忘了 我给你一万二呢 哦 那个钱呢 你的意思是 孙德林早就忍不住了 上去一把揪住他的衣服铃 说 你装他妈什么糊涂 王家里把他拦住 推开 继续耐着性子跟汕头朋友说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用那钱托你买几只手枪 事办得怎么样了 你得给我们回个话啊 哦 这个是啊 它是犯法的 搞不好会坐牢 没有半成 我看啊 算了吧 三个人都有了一种被忽悠了的感觉 在沈阳你说什么枪都有 很好弄 我们信了你的鬼话 几千里地跑过来见你 钱也给了 你现在轻飘飘的跟我们说算了 你这不是耍人吗 孙德林又要发作 被汪家里给制止了 说 也好 那你把钱给我们拿回来吧 这没有问题呀 可我现在也没带呀 明天吧 明天 我一定给你们 送过去 三个人被骗了 那个汕头人呢 不知道他们三个是什么级别的选手 杀人不眨眼的匪徒啊 能让他给耍捞 他们正要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可没想到啊 那个汕头人面无俱作 拿手指着他们 语调也非常的强硬 你们要干什么呀 你们不知道买卖枪支是犯法的 你们买枪回去是为了拍电影啊 我没举报你们就不错了 我没举报你们就不错了 还来向我要钱 好啊 我现在就打电话 让人给你们送钱来 说着 掏出手机就要拨号 吓得汪家里赶紧就转怒为笑 哎好好好 别打了 不要了 咱们就当没有这个事 谁也不认识谁 你走吧 说完了 他转向两个同伙 从牙缝里边挤出一个字 走 汪家人和孙德林会议 跟着汪家里匆匆地离去 他们都知道 这个时候自己的处境很危险 那个骗子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只要他在手机上摁下三个数 马上就能把警察给招来 那时候他们只能束手就擒 身边什么家伙都没有 又是人生地不熟的 那个骗子根本就没买枪 自己给他钱也没留下任何的字句 法律不仅不会制裁他 反倒还能由于把他们三个买枪的人交出去 而立功受奖 他们不敢久留 赶紧上了面包车 急匆匆地离开汕头 这个让他们失望 伤心和愤怒的城市 汕头之行耗时半个多月 人吃马胃搭进去两万多 连枪毛都没看见 他们吃了个哑巴亏 让一个骗子给彻头彻尾地耍了一顿 真应了那句话 王八掉进灶坑里 憋气带窝火 可是抢劫对他们来说 就像是毒品对于吸毒者 已经上了眼了 隔一段时间不干 就觉着浑身哪儿都不得进 火烧火燎的 猎枪已经扔了 再倒退回去 使冷兵器 那可不顺手了 他们认定 只有买手枪 他们在阴暗的角落里 四处寻风打听 得到了新的信息 兄弟俩一和解 决定再去南方一趟 过了1995年的春节 汪家人汪家李 带着几万块钱现金 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这回他们没带孙德林 压根都没告诉他 有了前几回南下买枪失败的教训 他们变得越来越惊了 觉得干这个事 必须缜密从事 人多反而添乱 再说呢 汪家李啊 越来越不满意孙德林那种 故作精细 愣冲老大的做法 以前有几回行动 只是由于孙德林 说了句不顺就取消了 怎么个不顺 他都没跟大家说明白 如果这回兄弟俩买枪成功 而孙德林没有枪 往后就可以在团伙里 把他压低一头 他也不敢小瞧别人了 这回南下 汪家哥俩没去汕头 而是去了广西 他们到了广西南宁 从南宁坐长途汽车 直奔东南 横穿十万大山 到达钦州 再折向西南 来到一个作为边境口岸的小镇 这个镇呢 跟越南隔阂相望 边境贸易十分的兴旺 边垂小镇 林木葱龙 芭蕉 冰朗树 树影婆娑 甘芠 菠萝 荔枝 这些新鲜的水果呀 摆得满街都是 别看镇子不大 但是由于地处边境 地方和民间的边境贸易 很兴旺 越南几日游的叫喊声 不绝于耳 做旅游生意的酒店 客运 娱乐 以及美术工艺 纪念品等等行业 竭力的要韬光往来客商 还有旅游者的钱包 他们来到小镇之后 一开始不敢轻举妄动 后来一想 那既然是来买枪的 不能总是缩在客房里看电视啊 他们就假借 收购海产品 旅游探亲这些名义 到处里面的旅游探亲战 到处地去观察 寻找那些混迹于自由市场 娱乐场所里的走私犯腔的人物 用交朋友请喝酒 给好处费这些路子 找关系 把当地的情况呢 也摸了几分 夜幕降临之后 更是他们外出活动的黄金时间 从北部湾吹来的海风 带着一股咸腥味 小镇上边霓虹闪烁 舞厅低厅里 传出着洋味的音乐 在路灯的暗处 还有浓妆艳抹的女人的身影 一看就知道 他们是做哪行生意的 王家人的脚步 越走越慢 落在了后边 王家人回头一看 王家人挂上了一个年轻的女人 正跟他聊着什么 那个女人呢 穿得花花绿绿的 眼神勾人 嘴唇星红 大腿雪白雪白的 王家人知道二哥又犯毛病了 走到哪儿 他也离不了女人 他想要发作 可是又怕惹出事端来 不想引人注意 只好强压着火气 自己回到了旅社 看哪儿知道 王家里进门刚躺下 正在那喘气呢 王家人动一下把房门给推开了 他把那女人领回了房间里 王家里一看 二哥这是要办事啊 只能是撅着大嘴 又走回到了街上 他心情烦躁 就想发作 但是没有对象 他和二哥不一样 二哥呢 一向是寻花问流 抢来的钱 大部分都花在了小姐身上 自己呢 喜欢那种固定的 比较注重感情的交融 跟他相好的女人 先后有三个 他们绝不等同于 那些见钱眼开的小姐们 好不容易 磨蹭到了半夜 王家里回到旅社 那个女人已经走了 王家人还没睡觉 正在看电视 王家里开门见山就说 二哥 有句话我得提醒你 咱们千里迢迢 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你可别忘了 不要阴小失大呀 王家人说 不用你操心 我比你明白 他眼睛说话的时候 都没离开电视 电视上呢 正演的是 某某被女模特大赛 正是泳装阶段 他看得都出了神了 王家人又说 我倒是提醒你一句 咱们上当太多了 这地方到处都是骗子 你别贱人就搭话 说几句话就给定钱 那个给五百 那个给一千 他们吃咱们喝咱们的 没一个办事的 来到广西之后 汪家里确实有点急于求成 但这时候 他正窝了一肚子的火 听不进去汪家人的话 他马上就说 我花那些钱呢 也都是为了办正事 不像你 把这钱全都瓢没了 两个人吵了几句之后 不欢而息 汪家人一伸手 啪的一声关了电视 汪家里一伸手 啪的一声拽灭了电灯 两个人各怀心腹事 在床上翻来覆去 最后终于发出了憨声 汪家人和汪家里 吵了几句之后 各自睡下 转过天来呢 中午的时候 两个人在旅店的饭厅里 喝了很多的酒 都有点醉了 正喝着呢 昨天汪家人找的那个 妖野的女人 又扭的扭的的走过来了 紧挨着汪家人坐下 那个小模样啊 勾魂射破 汪家里越看越生气 他就撵那女人走 可汪家人不干了 他们又吵起来 最后动了手 汪家里飞盘子 汪家人砸碗 汪家里摔酒瓶子 汪家人直接把桌给皱了 谁也憋吃了 这顿饭之后 他们俩呀 再也走不到一块了 索性就分道扬镳 各显神通吧 汪家人 在一个越南华侨的帮助之下 办了通行证 到越南的一个地方去活动 一个月回来了 买到了一支五九式手枪 三十多发子弹 藏在水果篮子里 坐火车回到了沈阳 汪家里也在那边 买到了一支五四式手枪 还有五十多发子弹 回来了 有了两把制式军用手枪 汪家哥俩感觉这腰杆子硬了 不过这两把枪 他们不敢在同伙面前显露 更不敢戴在身上 只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拿出来玩玩 拆开了擦擦 经过一番商量啊 他们把枪 藏在汪家李家的乱木堆里 汪家李独身一个人 那几间小平房呢 平时也没人去 比较安全 而汪家人住的是楼房 不好藏东西 汪家哥俩南下的事 肯定是瞒不住孙德林 这么多天没见着 他就知道他们俩又去买枪了 可是人家毕竟是义乃同胞 哥俩没有邀请他去 也说不出什么来 汪家哥俩回来之后 孙德林马上打听 问他们买着没有 可是那哥俩呢 却顾左右而言 他就是不说这枪的事 他们讲这次南下的艰难和风险 又大骂了骗子一顿 最后说 哎呀 又是白跑一趟 但是孙德林呢 不相信 他觉得汪家哥俩 肯定是把枪买到手了 只不过不想告诉自己 他也不申问 告辞而去 有了手枪之后 汪家哥俩折服了一段时间 没有作案 可是这段时间也没有持续太久 两个灌匪历尽千辛万苦 跑到南方 甚至是出国买到了手枪 还不是为了杀人抢劫吗 枪买回来了 天天不用多烧得慌啊 半年之后 那两支手枪终于打响了 1995年9月10号这天 对沈阳的人来说 这是很平常的一天 可是 对全市公安民警来说 可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从这天起 38系列杀人抢劫案 陡然的升级 犯罪分子开始使用现代化武器 残杀无辜 揭开了一串杀人抢劫案的序幕 从这天起 沈阳的公安干警们 紧紧抓住犯罪分子露出的狐狸尾巴 寻技侦察 窃而不舍 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破案行动 9月11号的早晨 住在黄姑区昆山西路附近的 区公安分局刑警一大队的副大队长 唐宝书 起床之后忙了一阵子家务 然后呢 站在阳台上洗漱 他无意当中看见 在楼下一条南北走向的小马路的西边 放着一辆红色的桑塔纳 这辆车没有出租车灯的标志 没有车牌 很长时间了 也没见有人开走 职业的敏感 让他心里一动 这地方呢 离东北汽车交易市场 也就是老百姓说的黄姑车市很近 但是也从来没有人把车 长时间的停在这里 唐队长心里犯嘀咕 八点多下了楼 走进那辆桑塔纳 在副驾驶座位 封挡玻璃的右上方 贴着一张白纸印制的临时牌照 玉C02407 看来啊 是从河南开过来的车 这路程不近呢 四个车门全都关着 锁得很紧 由于车玻璃上贴着太阳膜 从侧面后面看不清楚 唐队长就绕到了前边 贴着这玻璃 手搭凉棚向里边观察 正驾驶副驾驶都空着 再把视线转向后排 看见一左一右 躺着两个人 上面盖着两件夹刻衫和坐垫 脚垫也都盖上了 在睡觉 那不对啊 谁睡觉把脚垫都接下来盖身上啊 再看他们的姿势 也不像是睡觉 两个人的肢体还发生了叠压 头部和胸部 好像有血迹 这是两具被人杀害的尸体 唐队长在楼下的车里 发现了两具尸体 马上打电话 报告了分局领导 并且通知管区派出所的民警 过来保护现场 这辆车的北边20米 是机床配件厂 在头一天的傍晚 这个厂的老张和老脏 两位工人 五点下班的时候 骑自行车经过这儿 都看见了这辆车 由于暮色苍茫 又着急回家 加上现在路边乱停车的现象呢 也很常见 谁都没注意 从车旁边经过的时候 只是往车里瞥了一眼 看见车玻璃上贴着太阳膜 反光 什么都看不见 也就是说 这辆桑塔纳和里边的两具尸体 至少在这儿停放了一夜 第二天的早晨 才引起了一位刑警队长的警觉 市公安局局长韩广生 刑警支队队长余灵顺 以及黄姑区公安分局的领导 很快都来到了现场 刑事技术人员 投入了紧张的勘察 车门被打开之后 大家闻到了浓重的血腥味 后排的两具尸体都是男性 左边的一具 身体全躯 呈左侧卧位 头靠在车门上 头和胸部都有血迹 右边的一具 身体呢 也是全躯着 呈左侧卧位 头靠在左边尸体的腰部 头上有血迹 尸体的上方 也就是车顶和尸体周围 有蹦践性的血迹 车内还有弹着点 据此表明 两名受害人 都是在车内遇害的 法医验尸之后认定 两名被害人 都是被枪击 头部胸部致死 枪杀 这起案件非同寻常 参与勘察的公安民警 无论是领导 还是技术人员 都是神情严肃 他们有一种 不祥的预感 技术人员仔细地搜寻 在车里提取了 五枚 7.62毫米 手枪弹的弹壳 弹壳底部 印着 11.65字样 同时还提取到了 可疑的掌纹和指纹 警方根据那张临时的牌照 和走访黄孤车士 获得的线索 迅速查找被害人的身份 警察获知 两名死者都是辽中县人 一名叫田小光 33岁 经营服装生意 兼倒卖汽车 另一名叫田明洪 38岁 是田小光的书败兄弟 是司机 田小光的妻子哭着说 那辆桑塔纳 是丈夫在今年7月 花9万块钱 从河南洛阳买回来的 想在车市上卖掉 他和田明洪呢 是在昨天早晨的6点 开车从家里走的 下午4点多的时候 他呼丈夫 可是没有回音 田小光妻子说 田小光的身上 带着200多块钱 左手带着一条24K 金箱蓝宝石的戒指 价值3000多块钱 右手呢 带着一条 坦克链式的金手链 价值9000多块钱 作为一个导车的人 这两样价格昂贵的手势 戴在手上 是否是由于漏腹 而使犯罪分子 建材起义的呢 技术人员 在勘验田小光的尸体 检查他的衣服的时候 并没有见到 两件手势和现金 不言自明 他们都被犯罪分子 抢走了 这个案件 为沈阳建国 40多年来所罕见 根据市委市政府 关于抓紧 侦破这个案件的指示 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了 由局长长旭武为组长 副局长韩广生 为副组长的破案指挥部 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刘景伦 带领技术处的工作人员 用各种高科技的手段 对910案件现场提取的 手枪弹头和弹壳 进行了检验 经过对比之后认定 这三枚弹壳 由同一支手枪射出 现场提取的五枚弹头 认定有四枚 是由同一支手枪射击的 技术人员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后认定 犯罪分子一共开了六枪 那为什么现场只有三枚弹壳 五枚弹头呢 分析认为 部分弹壳和弹头 有可能被犯罪分子取走 或者在移动尸体的时候遗失了 使用7.62毫米枪弹的枪支 是五四式军用手枪 也有可能是五一式 这两者采用的是同样的设计图纸 但是五一式手枪的保有量 远远不如五四式手枪那么多 除了这把五四或者是五一式手枪之外 还发现了另一支枪射出来的弹头 那犯罪分子至少应该是两个人 从手枪射击的角度 还有弹头的走向判定 犯罪分子当中 有一个人很可能是左撇子 侦察员们在黄姑车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寻找犯罪分子活动的蛛丝马迹 一位住在于洪区的女卖车人说 十号早晨八点半 她和丈夫孩子开着车到了这个车行 停在二道的南边 她说 我的车左边是一辆白色的捷达 右边呢是一辆红色的桑塔纳 这桑塔纳是一个小时之后开过来的 这功夫就有人过来打听价格 有个年龄比较大的买主 和桑塔纳那车主啊 还握了握手 说了一会儿就走了 我听车主啊 还跟他司机说 如果这个人来买车 十五万五就给他 买别人要十六万 之后大概是十一点左右 那个人又来了 和车主说了一会儿 他们就一块开车走了 侦察员问他 你说的年龄比较大 有多少岁呢 五十来岁吧 买车的来了几个人 我记得是一个人 我当时光顾卖自己的车了 也没特别注意 车行管理所的管理员老李 向侦察员提供情况说 十号的九点二十多分 我在市场正门东北角那收票口坐着 看见田小光了 我认识他 他在马路边上啊 跟三个蹲着的男人说话 接着他讲了那三个男人的衣貌特征 群众提供的情况表明 十号上午 田小光 田明洪两个人 确实开着红色的桑塔纳 进入市场寻找买主 这一点和田小光 妻子说的完全吻合 侦察员们还分析 车行里人很多 当然不能把凡事和田小光 田明洪弹车架的人 都视为犯罪嫌疑人 但是 女卖车人提供的情况 很值得注意 那个五十来岁的买主 在讲话之后 坐上了红色桑塔纳开走了 以后再也没回来 所以 她的嫌疑最大 另一位辽中县姓白的 卖车人介绍的情况 从另一个角度 证实了侦察员的分析 她说 那天上午十点钟 我把车往车行里开 离东门大约一百来米吧 我看见从车行 开出一辆红色的桑塔纳 跟我会车的时候啊 我还停下了 把车窗摇下来 我看见田明洪 坐在驾驶座上 我还问她 你卖了 她说卖了 你走吧 我看见田小光 坐在她身边 车的后边呢 还坐着两个人 侦察员问她 那两个人什么样 都是男的 没戴帽子 那车贴膜了 看不清楚啊 田小光也没停车 她脸上还笑呢 那车刷一下就过去了 看不清 我看见她 你却是后面 那一会儿 像她 那一会儿 我看见她 你却是 你却是 美人 带来 你却是